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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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開始我們下午的場次 希望剛剛短短的吃飯的時間 還有現在加長的冷氣 讓各位精神更飽滿一點 我們這個下午有三個場次 第一個場次是由目前在使錢館服務的 黃玉倫小姐為我們介紹 北美原住民博物館的一些新的一些做法 他剛剛拿到博物館的碩士學位 所以我相信他的東西是非常的新 非常可以讓我們參考一下 加上我們今天早上的 直接以台灣為主的一些例子 增加我們的想像的可能性 那我們歡迎他 謝謝兩個主辦單位的邀請 就是一個開場吧 就是我總是很羨慕做 電視創作或是做行動的人 他們要邀請演講嗎? 都可以一個作品或是一個計畫 然後三個把自己講 練習把他們的概念講得很清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做 做學術演奏的包袱 就是每次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好像可能是為了組織 考核制度的關係 如果你講的一樣的話 會有那個考核成績灌水的那個嫌疑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對先生也非常邀請 但是因為這樣子 我要坦承一件事 就是這個東西我講過了 然後這是我去年三月 就差不多這個時候完成的說師論文 然後去年11月底的時候 有機會在我們服務的時間 也有做過前段的發表 其中的一部分 那對 可是今天很開心 可以用比較完整的時間 然後讓我再練習一次 把我就是去年 就是很開心完成的 我們再講一段多了 然後不同的題目 聽得清楚齁 一般我們認為原住民博物館 跟經驗博物館 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博物館類型 但在我讀的經驗博物館 有更多的認識之後 我其實很意外的發現 他們兩個比我們想像的 還好幾個 去年 對2014年5月的時候 紐約的9111經驗博物館開幕 三個月之後 我到紐約讀書 讀博物館學 然後我們的課程規劃 很特別的地方是 紐約有這麼多的博物館和美術館 學校的課程 有好多是跟這些在線上 業界的從業博物館人 合作開課 那第一個學期 我有一個機會 就是選一堂選修課 我那時候就選了 選了這個 911紀念博物館展示部門的 負責人開的課 他的課程名稱叫做 一間紀念博物館的創建 1911紀念博物館為例 然後我的出發點也沒有很簡單 就是 他既然是紐約最新的博物館 我只是想要了解最新的博物館案例 這堂課 這堂課我們討論了紀念博物館幾個很重要的面向 包括觀眾、物件、空間、創傷記憶這些 其中我們也討論了 對博物館的期待跟回應 讀了很多評論短文 然後都是不同的人 對這間博物館的評價、評論 然後不要這樣讓我們理解 他有多麼大的差異 我說不同的人 不是不同的群體 這間的差別是 可是舉例來說 今天有A跟B 他們可能同樣都屬於 受伴者的家屬這個群體 可是A 他可能認同這間博物館 因為他覺得這間博物館提供了他一個空間 去吸引他的家人 然後可以來這邊懷念他的家人 可是B 同樣是受伴者的家屬 可是意見就是完全的不同 他反對這間博物館 因為 而且甚至到現在還是有一個受伴者的家屬 不願意跟這間博物館有任何的往來 因為他不希望他的創傷 一再的被被搓 一再的被人打關開 像這樣就是 那間博物館常看到的景象 這是九一天博物館最大的難題 再舉一個例子 這間博物館大概建在雙子星大樓的原址 這個問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人完全不能接受 因為嚴格的來說 那裡是一個墳墓 怎麼可以在墳墓 蓋博物館吸引人家來呢 可是也有外派的人 而且同樣可能也是受伴者的家屬 就是他們的意見是一樣重要的 他們覺得蓋在原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在現場的那個臨場感 他可以引發最大的反思、反省 所以那是不可以取代的特質 然後有居民希望這個股物館可以變成 林裡的股物館 我們現在常聽到的 就是可以開放讓人家來開放 可是也有人堅決反對 因為既然這裡是一個911事件的現場 那保持他的莊嚴、嚴肅 其實是表達對受伴者最大經歷的唯一的方法 總之要達成工資幾乎是不可能的嘛 在這種情況下 911今天博物館要處理要面對的各個對象 其實被博物館放在不同的道德位置 他們這些不同的對象 在本質上根本上其實有存在的不同的差異 而且博物館在評量這些對象的時候 其實不經意的排著一個先後順序 所以說進去的意思就是 就我剛剛說的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意見 可能會比遊客的意見來的被博物館看重 這就是我說的高低不同的道德位置 對 受難者這裡道德 幸存者跟受難者的家屬也一樣的很高 然後遊客的道德位置很低 遊客當中把這裡當路的官方景 變得遊客位置更低 然後其中的萬國人更低 可是我說的那個位置 跟他們意見的那個重量不同 就是指這個地方 然後是那一題 我是那一堂課上 唯一的道德學生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修課的時候 我告訴別人說 我對911紀念博物館感興趣的時候 其實感受到一種回應 就是我好像對災難有興趣 就是我對別人的痛苦有興趣的那種感覺 特別如果對方是一個美國人 而且不常是對911紀念博物館 持保留態度的美國人 我的那個興趣 瞬間變成了很像自私無知的看法 他會缺乏對很多人同理心的一種興趣 外國人對他的冒犯 學習結束的時候 我很意外 我很意外就是發現 自從取在比較低人到個位置的感受啊 對我來說其實 一點都不陌生 對 然後回到我在閒館工作 閒館時間也在學服務館 有一般的主題是關於台灣原住民 然後他在台東是原住民 台灣人是最多的地方 可是閒館上我不是原住民 所以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時時刻刻都會 都會意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同樣的道理就是 在911紀念博物館那場域裡 就是話題中 我不是幸存者 也不是誰的家人 所以很多時候我的意見 我會自己意識到 必須確保一個正當性 或者是相較之下正當性比較少 比較低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到的位置比較低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也注意到 紀念博物館跟原住民博物館 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是在他們的建築空間 兩者都同樣充斥了很多符號 那個符號可能指射或隱喻或象徵 或象徵 或象徵 或象徵一個很明確 然後很直接的變諜元素 比如說911紀念博物館 就是那個超級新大的文化 或者是原住民的圖騰 這些都是一種很直接明確的符號 用在建築空間上 這十千塊 這些符號或是建築語櫃 對我來說其實是暗示了這個空間 誰是主人 可是同樣重要的是也告訴 也暗示了誰不是 所以當初選這堂課 我純粹只是想了解 紐約最新的博物館案例 我沒有預期到今天博物館的這堂課 會不會讓我臉詳其這麼多在原住民服務館領域中工作的經驗 然後後來就去上課 我接觸到了 美國原住民身份的服務館學者 提到的就是 關於服務館去證明的評論 然後我下一個到 保留區知識政府知識經營的服務館實習 然後再來是讀到 美國原住民提出對美國歷史的修正 就這些東西 我發現今天博物館跟美國原住民博物館 乍看之下好像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可是他們的形式 本質 策略 然後還有在當中流動的那個情緒 其實都遠比我想像的還要接近 我一下要舉幾個例子就說明 先說大家最熟悉的 美國國立美洲印加國務館 簡稱NMAI 比較簡短 我在2015年12月的時候 留完他們的網站 跳出了這個小宿床 寫著 NMAI需要你的 沒有它很中文 需要你的幫助讓我們可以訴說 關於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真相 請往贊助 這個短短的一句話 我其實發生了一個很細微的改變 服務館的用詞變了 從早期讀書的時候 直到這間服務館的意義 重量是在於 將策展全力移交到原住民手中 然後讓美洲原住民得以說自己的故事 因為C微的轉變 是從說自己的故事變成的 數量真相 NMAI在2004年開款的時候 非常盛大 就是它是屬於聯邦政府底下的 行政機構下的國務館機構 所以就是證明哪個問題 它坐落在華盛頓的 華盛頓DC的國家廣場上 這樣總統的地位 使它在2004年開館的時候很空洞 它跟其他國家原住民 美國的國家原住民 其他美國的國家國務館不一樣的地方 都是在它在整個籌建的過程 嘗試實踐很多概念 包括今天早上其實講到的合作 參與 權力共享 多元發生 過去這幾個理念都是在比較 我講都是美國的帳號 就是都是在比較小規模 那種比較低域性的社區服務館 才有可能實踐的 可是NMAI作為一間國家級的服務館 它延伸社區服務館的精神 還是試著 就是還是很努力納入 納入的那種的觀點 然後納入以前 可能策展的時候 忽略掉的一些 一些詮釋觀點之類的東西 它可以說是美國服務館界最低野心 就是最有信心的一個社群合作計畫 大概是這樣說 它遇到社群反應從1970年代之後 就是一直美國一路累積下來 就是最權力的反應 所以大家用去殖民的概念 來期待這些我家的原住民博物館 可是在04年開館之後 博物館立刻收到了很多批評 一位加拿大學者Pauline Wattman 她在受邀參加04年的開幕活動之後 她很失望地指出 博物館在活動中以歡樂的去政治 是試的方式在辦活動 然後做為一間國家機構 博物館避而不談任何殖民的不公不義 然後沒有道歉或反省 博物館的開幕活動 對她來說她用這個字來形容她 是在展演活跡的 另外一個美國博物館學者 Anne Long Tree 她在開幕五年之後 有一個文章 就是也指出很不幸的 就是期間開幕了五年 小六的五年 展演和解還是在2010年前後的時候 還是這間博物館最主要的行事風格 他們在一個活動、展覽都還是很習慣的 很習慣的用歡樂的歡慶的那種補料 來做結尾 Anne Long Tree她本身是美國文書 她也曾經在N&AI工作過 所以她更可以就是 因為自己的工作經驗 她更可以意識到說 這間博物館當初所強調的 所堅持的那個多元發生或是共同參與 其實在執行上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舉例來說 當博物館她要樹立 比較有爭議的主題 或是意見矛盾、衝突的議題的時候 在多元發生的概念下 博物館習慣就是讓不同的立場並置 定制前線多元發生了 可是 可是這樣的做法其實預設了一件事 就是預設的觀眾可以 不帶任何立場 然後不帶任何偏見 中立的接收博物館所提供的資訊 然後自己客觀的做出一個判斷 但她發現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就是原住民的立場啊 或是時常在這些衝突的矛盾的爭論中 在這樣子大雜匯的丟出來 前面給觀眾的手法下 很容易被掩蓋過去 對她來說原住民就是思考事情的觀點 或是思考事情的思路 沒有辦法在這種呈現手法的方式下 好好的讓觀眾知道 沒有辦法好好的陳述清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跟大家問題是 這些觀點到底是怎麼被博物館挑選 一定很有過程 然後博物館為什麼決定呈現這些觀點 她有一個永遠都無法克服的那個缺陷 換句話說 呃呈現原住民自己的觀點 這樣的說法可能是 看的環境可能是一個 太過理想化的想法 所以對艾米洪群來講 她提出另外一個做法 她覺得真正的去殖民 是陳述殖民的傷口 去揭露不堪的 然後過去被隱匿的歷史真相 其實這些真相 會讓觀眾感到居住不安 或者是讓當事者 就是就是現在有這麼多權 會感到難受難過 或者是難以承受 可是艾米洪群她同樣也是很不明 她認為我們面對這一段 就是殖民歷史裡面 談最黑暗的部分 博物館無法真的去殖民 然後這個畫面是 就是我提到夏天在實習的那間 附落博物館他們的三個展之一 其實大家很好聯想 這個講的就是殖民者 進到附落之後再來的外來的基地 附落的原本的藝術沒有辦法治癒 所以附落 但那個時期死亡了很多人 同樣的一件物館 他在長日展裡展出 美國印第安 一系列的印第安戰爭中 最源頭的那一個被當做殖民者 後來阿隆家裡面的模型 就是他們其實講的是 西藏大菩薩叫做 叫做Picot War 他們就在長日展裡面 告訴觀眾 Picot War 是如何 就是殖民者是怎麼了 放火燒然後 如何把一個竹筒 就是這樣子 煎麵掉 然後第二個例子 是我很喜歡的例子 我準備小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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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人 2015年 那大家都會展出 有趣的是 同樣一個 同樣一個重品喔 1976年的時候 在美國建國200年 慶祝的那個 那個櫃下 也曾經被一個 特展就是挑選 展出 然後那特展叫做 神聖的圓宣 對 然後兩個展都是 就是在美國 被當作很大型的展 有些有趣的是 這個物件 在兩個展當中 都被 就是被推廣 被promote說是 不容錯過的 重要 那個重點的產品 然後我給你們兩個文字 都是這個 這個展品的解說法 我想要請你們判斷一下 就是兩個的差異在哪裡 然後猜看看哪一個是 1976年寫的 哪一個是2015年寫的 你唸一下好了 我先唸下面的那一段 這件帶傷馬匹的雕刻 在平原印第安人的藝術中 極為獨特 是目前所知唯一的馬的雕刻 並且是極佳的傑作 它躍動的姿態 細長的身形 帶出一種超然的質地 以馬毛製作的馬尾 以及皮革材質的江神 所呈現的線條 賦予了馬蹄象形的律動感 另外一個 十個紅色三角形 所代表的是這隻 象神充的馬蹄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所受的傷 流了血 這件作品 被認為是由知名藝術家 同時也是退役戰士 Joseph No Two Corns所創作 是平原印第安雕刻中 廣為人們熟知 並受到讚揚的作品 過去戰爭的勇士們 會與像這樣的馬蹄錯相共舞 藉此榮耀他們的動物不敗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明不明顯 我覺得兩段文字都寫得很好 但是身為觀眾 我其實接受到不完全相同的訊息 1976 就是 好 上面那一段是2015年的解說牌 下面那個是1976年的解說牌 都是同一個展 可是1976年的解說牌的書寫的策略 或是重點 我覺得他放在藝術表現 跟藝術身上 2015年那個重點 則是放在戰爭和勇士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交代一下 沒有確實這兩個展示 是同一個機構策展 他們並不是說 我不是很很很很 很高選心的時候 是在不同的服務館展出 確實不同的服務館展出 可是是同一個 博物館展出 所以 我覺得有趣的是 這個例子其實 很直接的說明了一個 就是策展趨勢的轉變 再舉一個例子 國際種族徒家學者協會 聽起來有點可怕 是一個跨國的那個學術組織 專門研究種族徒家研究 他們1995年成立到現在 每兩年會選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 舉辦學術研討會 然後挑選的地方 或是那一年的主題 通常都是 對都是發生過 種的徒家事件 或是對歷史的地方 所以這地方都辦在幾數年 2011年的時候 他們宣布一件事 就是除了徵求2013的提案 2013跟2015的提案 他們說如果 如果有一個提案特別的吸引人 他們不排除在2014年增加三年 後來2014年有辦成 那年的主題是 種族徒他研究與原住民 搬在加拿大的那個Winnipeg 選在那邊 當然他們有說 但我覺得有很多原因啦 就是第一 加拿大政府近幾年在原住民議題上 其實很努力的在處理真相和和解 而其中的一個重鎮 就是位在Winnipeg這裡的一間大學 是那個馬尼托巴大學 除此之外在大學附近 忽遠的地方 這邊可以畫一條畫的腳 是2014年開幕的一間博物館 是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然後在那間博物館裡面有 常常講有十個主題 原住民是那個十個主題當中的體格 所以不意外就是2014年 他們在主辦這個研討會的時候 有一個討論的此項目 此題就是關於 像加拿大人權博物館這樣的機構 能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大陸原住民的想法和立場 真實的呈現原住民所經歷的 種族徒殺 我對2014年這場研討會 這個解讀啊 是在於 這個協會以下關注的主題都是 我剛剛說的就是 戰爭期間的屠殺 或是特定獨裁政府下的傷痛 的迫害 可是2014年這一場 我想從標題來看就是 除了不是前面 但是他們以上習慣的範疇以外 就是從這個標題來看 A跟B 我覺得它其實指射的是兩個 不同的研究課題 然後 對它區分這兩個不同研究課題 所以其實 其實多少就是在說 這兩個研究課題其實之間 可以開始有對話 可以開始有 有嘗試合作 或是一次學習或是納入 然後破天荒的 換代偶數年而不是幾數年 其實多少也說明了 這是一個特例 或是一個趨勢 種族屠殺研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 但是從90年代開始發展時代 像我剛說的都比較處理近代的事件 然後回想就是 那在美洲發生在三、四百年前 一連串的伊利安戰爭 使得那個90%以上的伊利安人口 就是消失望 這樣的事情算不算種族屠殺 然後除了戰爭以外 還有美洲發生的童話政策 在那個加拿大的政府 在整理的文件資料 就是有很明確的指出 曾經官員說過的話 就是感謝童話政策下的基礎學校 將有系統的讓伊利安人在未來消失 所以這算不算種族 種族屠殺算吧 可是在種族屠殺這個研究領域 所以出現25年之後 兩個課題才 就是說明在這方面的 音樂範疇才能慢慢的 發入這個新興的學術 研究圈子裡面一起討論 出現在最新的 最後一個例子 是這個知識工作法 給我提供一個閱讀資料 是2015年伊昂班在 加拿大人權服務館的一個特展 翻成中文叫做目擊探子 或是其實中間應該要在家 注射裡面 目擊事發經過的探子 副標是關於印第安基礎學校的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展出了超過800個物件 包括衣服 有些可以看到一些衣服 照片 鞋子 信件 然後甚至學校或教會建築的殘骸 我在網路上找了一些物件 我沒有罵自己 這個同學是1900年代初期 一個被火燒毀的技術學校裡面找到 而且是被當時的生還者找到的 生還者這個詞是網路上提供的詞 是survivor 所以是他們是男人使用的詞 這一串電子也是一位生還者 他們兩個女兒編的 他們想要用這個方式 這個物件來經驗 當時被強迫帶去技術學校 而且也被強迫在第一天就把頭髮剪掉的那些孩子 因為他們知道就是剪髮在他們文化上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只有在很極端難過 然後需要就是癌痛的狀況下才會做的 而且長髮是我畫認同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透過片子穿片子來紀念 當時的那些人的小孩 然後這三門是技術學校的醫護室的門 一位生還者就是回憶說他和他的同學對這個門的印象就是好多生病的小孩子進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所以很像這些同學進去就只人間蒸發 這是他對這個門的影響 我覺得這樣的展示手法跟紀念博物館非常非常相似 紀念博物館在策展選件上常常用的一個手法就是把物件擬人化 使這個物件變成那一個暴行的目擊證人 或者是把衣物毛髮鞋子眼鏡這些東西視同他的主人 好像他就是那一個受害者一樣 上面的字非常小 可是你的印象他寫的東西是我們 我忘了 我類似是 我們寫我們最後的目擊 對 然後 我們在這裡 然後最後一句是說我們因為不是有血肉組成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得以留下 這是今天博物館常用的一個展示手法 舉這些例子我想說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觀察到原住民博物館 而且我去腸掉在美美地區 發展出一個新的敘事策略 就是強調真相還原 強調歷史見證 強調直視歷史傷痛 而我相信就是我認為這跟一個新興的 就是快速發展的服務館類型有關 就是新年服務館 新年服務館發展非常快速 根據這本書的統計 2005年出的 第一本關於新年服務館的 比較完整性的研究 他2005年出的時候 他說過去10年所成立的 紀念博物館比過去100年所成立的還要多 然後書名紀念博物館 中文全世界一臥風在紀念保險 從這本書我一樣在留意就是 我發現他跟種族獨達研究一樣 就是原住民領域的博物館其實被排除在外 沒有被停止進去 然後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 原住民博物館跟紀念博物館都還是很習慣的 被視為兩個不同範疇的博物館類型 可是我想要提的是我覺得 他們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接近 這幾個詞 紀念博物館常用的詞彙 見證、真相、和解、受難者、幸存者、施暴者、屠殺、傷痛、爭議、平板、暴行 這些詞用之前其實越來越頻繁的用在我剛舉的那些例子 而且都是原住民博物館的展示的例子 我把這個新的原住民博物館的敘事策略 稱為紀念導向的原住民博物館 我覺得翻得很爛 但我還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詞 或是紀念化的原住民博物館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觀察到的現象 我認為這是北美地區的原住民博物館 為了尋找原住民博物館去殖民而發展出的新途徑 發展出來的轉變 然後這個轉變到底解答很重要 是必須把它放在2004年NFAI 在這個美國最有企圖心的社群合作計畫完成之後 大家開始又回頭想 就是原來社群合作在去殖民這條路上 其實會遇到平靜 所以發展出了一個新的嘗試 一個新的平靜 就是紀念導向做紀念化 然後我必須強調兩點 就是這個轉變的出現並不是否定社群合作 這個嘗試的價值或是意義 而是比較坦白的去承認說 社群合作的途徑其實有它的瓶頸 而且這個瓶頸啊 通常都只有在檯面下 被正式的閒聊中 或是李老師這樣的閒聊中才會聊到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嗯 檯面上我們很容易 我們也應該 其實我們也應該 然後我們也很容易就是傳遞很正向很正面的 就是那一部分 然後這其實也是後來學者在回顧 就是大家都很很清楚的那個concept 那一部分的文章 後來學者去反省或是回顧這些計畫 其實他們說寫出來很多東西都是美好的難免 他們用英文用Rossy Cry 就是像玫瑰花般浪漫的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這個轉變回到 我就要強調兩點 第一個就是 並不是否認社群合作的價值或意義 而是比較坦白的去承認它有它的平靜 然後第二個轉變是 嗯 我覺得不能說是原住民博物館模仿紀念博物館 嗯 比較適當的解釋是 這樣的新的敘事的法案板 其實是去殖民時代下必然的結果 嗯 就是 以前年去殖民的這個時代思潮 或是時代脈絡 不只讓紀念博物館在90年代後 開始像以後蠢蠢一樣一直出陰的出現 但也讓原住民博物館慢慢的潮上 就是紀念畫或紀念島上的這個趨勢 我覺得就他們同樣是這個時代下的產物 然後我想要稍微解釋一下這點 就是二戰之後全球出現了兩個思潮 它運動思潮它影響了全世界 第一個其實很重要 然後也非常好理解的就是去殖民這件事 所以才會有很多就是國家獨立 然後推翻以前的殖民勢力 或者是殖民殘存的勢力不斷地受到檢討 就像我們今天早上 就是這個工作坊之所以會有的這個原因 第二個比較意外 然後也比較隨機 而且是被操作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對猶太大屠殺的記憶這件事 它對猶太大屠殺的就是Remember這件事 這個記憶雖然也是去殖民趨勢下的一個行為 或者一件事 可是它因為很多角力 聯邦國、美國、猶太的組織 總之中共的操作下 它意外的被操作成跨國、跨文化、全人類的共同記憶 然後這件事情在北美又特別的強烈 剛剛提到 嗯 對 對所以會有像這樣就是全世界都應該要知道 然後就是在1995之後 全球的地極關於大屠殺的這個地極 所以它意外的變成全球全人類共同的記憶 所以剛剛提到我們加拿大人權博物館 我說有10個長盛展廳 長盛展廳有10個主題 其中一個 而且是唯一的 就是給單一族群的就是猶太大屠殺 它也是10個主題之間失踪的一個 然後在美國 聯邦政府在1993年動員了國家的資源 成立了也是在史密森機構下的 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這間博物館在1993年開幕的時候啊 引起了很多美國民眾的抗議 民眾民團體抗議 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民眾 既得猶太人經歷的大屠殺 而且還為此成立紀念博物館 成立許多的紀念碑 可是卻對自己本土發生的美洲大屠殺 一無頭之 可是我覺得有趣的是 嗯 要離親一點就是 這個討論後來就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後來其實大家開始回頭去看 關於記憶這件事 關於記憶的研究也是後來 這樣子發展起來的 然後我覺得重要的是 美國人並不是為了要記得猶太大屠殺 所以沒辦法記住美洲大屠殺 這不是在背英文的單字 而是說他們因為記住了猶太大屠殺 所以重新去理解 重新去記憶了美洲大屠殺 這個特質叫做記憶的裹想性 記憶會觸發 就是你對一個事情的記憶會觸發 你對另外一個事情的理解跟記憶 所以二十年前發生的 二十年前發生的 蘭達事件 人們會往前去參照 七十年前發生的猶太大屠殺 反過來也一樣 即使是三十百年前發生的美洲大屠殺 人們也會因為記住了七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曾經去理解三四百年前的事情 這樣 對 所以記憶不是 在這個部分 記憶不是零和競爭的 而是記憶是多相信的 它會去觸發對其他事情的記憶 所以二戰之後的這兩個全球運動 都是全球思潮 去執明跟對偶派他們家的記憶啊 就是讓去執明的年代意外 可是也無可避免的成為了 機械化的時代 啊我剛剛這些都跳過了 不好意思 這就是在那個 呃 人海大陸大經驗國務館出現之後 大家怎麼重新去回頭記憶美洲 原住印第愛美洲嗎 這個事情 所以1992年有一本書 就叫做北洲大屠殺 1997年出了一本書 是寫美洲人出名 1942年 1992年 高德蘆布到美洲之後 所發生的總民屠殺 所以這些論書 其實都是因為記憶的多相信 因為對猶太大屠殺 變成全球的事 所以慢慢觸發出來的 對其他事情的記憶 然後就不用說 這就是紀念國務館 或是總民屠殺研究 早期 或是目前也還是最核心的 都是關於比較近代的事件 不管是戰爭的 或者是極權政府下的 不去破海 對然後這是剛說的 去殖年年代 因為這樣的關係 無可避免的 也有一點意外的 更成了一個紀念化的年代 回到我的主軸 就是我認為說原住民博物館 模仿紀念國務館這種說法 其實這個解釋太簡化了 我認為比較適當的解釋是說 嗯 對 紀念島家的原住民博物館 是去殖民時代下 必然的結果 因為我們說出的去殖民年代 其實是個殖民化的年代 我的研究 收集了這些 我暫時稱為 基金念島家的原住民博物館的例子 然後把這些例子深著去理解 就是他在什麼脈絡下發生的 然後他為什麼出現 他怎麼出現 我覺得 我覺得原住民博物館開始強調 一部分的原住民博物館開始強調 去輸出難以接受的真相 這個趨勢 嗯 是我所謂就是這個類型 或是這個趨勢的核心的方向 就是說難以接受的真相 然後透過理解 這些問題 我們才可以去掌握原住民博物館 曾經走過的軌跡 然後也許會知道他之後要去的地方 然後最後啊最後 我以為今天的聽眾 都會是那個原住民身份的博物館 所以 所以我跳了兩個小小的書 就是真心讀書的一些分享 就是 第一本書其實是童老師推薦的 左邊那個 嗯 對他他 簡單的說他其實是在講 原住民博物館的發展 其實很多是靠 靠抗議 因為美國一連串的抗議事件 所以影響了博物館的發展 然後大家也知道 原住民博物館的發展 然後 然後這本書是一個當初70年代 美國在街頭做原住民抗議的 街頭分子 他後來進到了NNAI 在神秘政機構下面做策展的 然後我覺得兩本書有趣的是 他其實在講 在街頭做抗議 跟在博物館工作 其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有趣的地方也在於 他們同樣都是原住民的身份 然後他們其實在說的一件事情是 原住民通常是在博物館工作裡面 最激進的批判的份子 然後 所以他們以前從街頭的批判 進到了機構內的批判 我們現在應該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問問題 來 我們歡迎一些問題 今天我們下午這一場的不只是資料不一樣 它方向改了 沒有現在是帶出來另外有可能性 就是紀念性 有紀念性質的博物館 那為什麼是這樣 這直接就是要處理所謂 剛剛前面那個字幕說的 處理很難以訴說的真相 那我們最近當然在台灣現在 就是這個時刻 我們都在原轉會再處理的議題啊什麼 到底還有包括台灣現在說的歷史爭議啊等等 就是能知道原住民在裡面的角色的時候 而且明白的就是會有些不同的考慮 那來 我們大家來一些問題 等一下還有沒有另外一位 因為我們紀念阿拉的不同人還有 還有沒有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第一次發言人先問好 你好 我國立特派科學部的陳信職 那今天很高興今天的演講啊 我自己收購很多 不過也引導就是說 那我們在台灣的原住民博物館 有可能看到台灣有怎麼樣的紀念導向的 這個主題被報道出來啊 因為我們大概可以回顧台灣的原住民博物館 過去一開始是做原真性的物件的產世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美德性的 包括陳時啊 或是陸森堡啊 或是外國的傳教師的這樣的主題 可是其實我自己的回顧在台灣還沒有紀念導向的 尤其是暴行導向的主題的報道 那所以這個主題其實我自己引發很多的思考 包括如果我們未來的國家原住民博物館 可不可能會推出一檔叫做鄭成功 那這個我相信這個主題會非常的勁爆 因為我下個禮拜一會到台南市政府 開關於族群主流化的政策的這個研討會 那我們知道這個月可能 包括台南市都還會在辦中蘇開台祭典這件事情 那我們其實從原住民的角度 鄭成功一直是一個非常爭議性的話題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你自己會預設到說 那在台灣的紀念導向的主題大概會是什麼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我想多了一點就是 其實在桂館過去原住民的文物曾經遭過火焚 那個那些物件其實是很好的被展示的一個紀念導向的標的 你知道吧 我們其實很擔心這個東西還在嗎 或是可不可以它背後可以訴說一段故事 那這個其實也是可能的一個主題的方向 那我大概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 在台灣可能被報道的紀念導向的主題到底會是什麼 我剛剛提到一個是鄭成功 或是一個被火燃燒的原住民文物 謝謝 那我們的這一位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那個實力生機構 就是說那個實力生機構它應該是 就是嚴格上來講它應該是算半官方的 因為它是學會自己的組織再去拿 政府有一部分做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從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思考說一個 半官方的體制而不是一個政府體制下的 一個這種原住民國務館的一個思維 那另外就是說在 剛剛那個講者有講到那個 紀念國務館跟原住民國務館 有自己的疑問是 為什麼國安會驅開 會驅開啊 就是說可能 那個有一些國家的原住民 不一定都是屠殺傷痛這種紀念導向 這是我個人的 我想說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才不會把它運到這種紀念式 國務館這樣 以上謝謝 我的問題是跟那個陳淑佐有點像 就是 我也覺得像台灣還沒有出現 紀念導向的原住民國務館 那是不是這件事情的背後 是不是意味著 台灣還沒有進入後殖民的年代 然後 然後講一個例子就是 因為我們青美部落到石前館 辦過青美部落特長 我們去辦青美部落特長的時候 是發生青美文物館事件之後 可是我們在要辦展展的時候 跟當時的那時候的懲罰的策管員 就簽交代話交代 說不要講政治喔 不可以講那個青美物館事件 批評那個相關所什麼都可以講 因為我們石前館的高層會不允許 那當然後來是經過 經過我協責衝嘛 那我們後來是 是在那一場的展覽 我們比較 那邊 我比較把它 把它定位成是 就是以活 就是活的博物館在 在奇美還有活的文化 所以我們是結合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包括我們的文化 換周等等 我們就在那個 那個石前館裡面做展覽 那我第一個問題的 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你一開始說那個道德的高低嘛 那你本身又在那個石前館工作 我不知道你後來有沒有去想出一個 那你自己能安身立命的立場是什麼 我希望我有 我希望我有 這不管怎麼沒有啊 我太太是顏助理 欸 太厲害了 我真的有去做生物樂的問題 沒有 我其實覺得這是一個真的很 對我啊 可能想很多 就是 是一個很難寫的問題 所以早上也常會問胡老師 關於誤會主題這件事 然後 我其實覺得胡老師也是提供 可能性格上比較接近的 就是提供 不管比較任何主題心 然後必須回到 就是那個那個主動提案 或者主題心去回到部落 然後我其實早上在聽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用很 我可能 就可能沒有當胡老師的心理 我就是剛講那個 不同高低的高的位置 其實很像 胡老師今天早上點出的那個東西 就是 我同樣也會覺得 好像我的身份 角色能做的 只能是可以辦 然後 其實所有東西必須回到 回到當天人手中 然後部落的人有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賠賣 我的意思說 我的意思說 不管剛剛 今天早一開始 民進在問解職的時候 其實這個解職議題 我們看來看 他是部落成績的議題 他也是國家成績的議題 他的議題本身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複雜 部落如果沒有解職 國家單體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如果國家沒有介入 國家沒有開始主動 我們有了不了解 他是太困難的 那我們都在層層的結構裡面 所以我非常好奇 所以我們看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 不同的進入這個議題的角度 要抱歉我打槍 會不會 可是我覺得 如果策展人的血統 變成是一個有道德的位階 那就意味著原住民的主題爭議 不可能嗎 因為你沒有這個血統 你就沒有說話 可是 可是你就像現在在凱道 他說沒有人是局外人 可是如果有位階 就是有人就會是局外人啊 那如果有人是 就是判人通通都局外人 靠原決定百分之二 如何能達成法學爭議 就是不可能 所以其實這個 這是一個迷失 嗯 就這本身應該要 不同意 然後 我覺得 我有 我說 就必須 再報告說 我有強調一點 就是其實 在美國 提出這些 倡議的 原住民身分的人 其實他們同樣都會強調一點 就是這個 就像我題目定的 就是 新的途徑之一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要提供 好像下一個解決方式 或是 我一直在想 Find Your Solution 大家也都知道 一家沒有就是 被拿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拿出來 有他的事情 所以講Find Your Solution 大家會知道 對 好 這有點奇怪 就是我要說的是 嗯 提出這些 即便身分是原住民 美國原住民身分的學者 他們提出他們也都還是會強調 好像在嘗試不同的出路 就像吳老師今天早上說的 這議題太過複雜 然後不應該期待 有一個單一的解決方式 所以 他們同樣承認 社群合作的價值 而且也還是很多人在持續的 做社群合作的計畫 可是 要講的是 只有社群合作計畫 不足以構成 不足以達到去殖民的期待 所以 我覺得他們在提供的那個 未來的想像 其實是 這些途徑 都應該要有人去做 然後 很難說 很難說 說這個好不好 因為現在剛剛李子妮老師 其實 也有報告的 就是 剛剛 他 在發表最後有提到 講這些東西 其實也有人會不喜歡 或是 之前NHP那例子 他會不會也引起了另外 也派人的反對 我覺得這有趣的地方就是在紀念類的博物館也一樣一直在遇到這種問題 就剛剛講91的那些例子 達成公司是不可能的 可是紀念博物館還是一直在做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原住民博物館 剛好在這個時代下 就是去殖民 然後又 很可憐的在接觸 去殖民的遺跡 所以 很多情況我覺得很像紀念博物館 然後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自己的問題 但 其實我沒有答案 然後你說 我安生地命 根本就沒有 我就覺得我很難做到 但是像這種情況 你就是應該 自己堆疊的證據 就像今天老師講的 你對你的東西 你對你的戰略 有了解 堆疊到一個 哪一個程度 然後用一個少度去呈現出來 那另外一方面的人 有意見的時候 這是一個交流的 這是一個交流 不動的一個契機 是希望是 合理理性被套利的契機 這樣子 我覺得有趣 這個例子 就是說 現在有什麼比較多的 原住民的國家 在做這個 去世的 這個比較難以承受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其實表示 正確的來講 是不是表示 原住民其實在社會的那個 力量比較強 因為其實像那個 猶太的這個屠殺博物館 為什麼會全世界性那麼的多 其實是因為猶太人的勢力多麼強 那我覺得其實 這是不是反映出來 其實在美洲 其實原住民的勢力這樣起來 所以其實像這種議題 基本上你一定要他們的意願 跟再怎麼說 就是別人社宅也要得到他們 十足的意願的支持 不然一定就是會像那個黑人 因為黑人為什麼還很難講到 這種談這樣子的展覽在美洲 因為其實一定是相互忠平 其實傷痛還在眼前 對一定會是相互忠平 所以這是不是有一點表示 美洲原住民的力量已經開始起來 可以來主導跟談論這樣的 有可能 我覺得這可以回應剛剛那個 陳出桌研究員的問題 就是我其實覺得 每次發表美美的狀況 當然是因為剛寫完論文 然後就是在那邊讀書 所以就收集那邊的材料 可是一樣都會回頭想 那剛好在台灣很像 然後而且很容易陷入 好像就是要學習外面 但我其實不太是那個意思 就是但我覺得我還在觀察 因為我也必須承認 我覺得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美國跟台灣社會其實很像 在很多歷史發展的狀況下很像 所以台灣確實我也覺得沒有 為什麼沒有 很多原因台灣的博物館 都不政府機構許多 美國的博物館 都是私人機構許多 然後謝謝剛剛的提醒 就是其實什麼生也是禮拜一拜 然後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國家 就是台灣的博物館 有國家政府單位的那個包袱 我不確定 可是我覺得觀察到有趣的是 像去年八月的那個 就是道歉啊 中共道歉啊 我覺得台灣有走在一個狀態下 很像當初90年代 美國的那個時代氛圍 就是爭相調節委員會 然後大家開始對正成功這件事情 然後對很多歷史怎麼去詮釋 我覺得很像那個時候 90年代 就已經知道看到90年代的那個美國 那台灣會不會也因為這樣子 發展出這個 我其實覺得我不會有任何預設的情況 但是會想要提這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 是在於N&AI這件事 因為國家人民幣國務館 如果在台灣要蓋 然後我們都還是一直在講社群合作 可是已經看到了一個例子 就是社群合作有它的瓶頸 而且有讓人不滿意的地方 那要更謹慎的去想 我們現在如果要花那麼多的資源 或是在討論國家人民幣國務館 是不是就可以接近別人的錯 然後也許創造一個自己的途徑 不一定要學 可是至少學習人家很快 就是你知道就小心 不要再犯一樣的錯 然後再造成一樣的那個資源浪費啊 或是大家的衝突或是不滿意 我覺得這才是 我覺得學生研究如果要回來想台灣 我覺得比較 對我來說好像比較有意義的地方 可是至於台灣以後 會不會像我不知道 但論數上我覺得有一點點 好像看到一些影子 那我們這一場就到這邊 我相信大家已經迫不及待 要進入了綜合討論 我們稍彎木招 我們現在是有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5分鐘 OK 我們謝謝教者 我們歡迎各位回到我們下午的第二個場次 我們的第二個場次是由潘草成先生 和我們介紹他曾經跟排他的 因為剛剛說我們有做過一個合作性設施 潘草成先生也是在同馬人政民運動上著力多年 他現在在整個秉虎政營上也都有很深的參與 那我們歡迎他 好 我要我們做答案 好 我們要準備一個號碎的 好 沒有 沒有 要再一個人嗎 好 好 可以嗎 好 好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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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黃總 黃玉倫 黃玉倫 講得太好了 這個 現在年輕 年輕的選人 這個 看上載助性的原住民 發現原住民以後有希望 對不對 十多 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實原住民有問題 最好跟原住民有差別的關係 你說呢 你說陳輸佐 你說那個 胡老師後面那位女士 你看 就非從原住的角度 原住民立場 正底是其中的 好 黃玉倫老師還沒聽到這句話 沒有 你其實問那個輸佐說我說什麼 就好 這幾次花蓮不是在選那個 花蓮也要選那個原住民 民族國務館 台灣原住民族國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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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 花蓮我都被邀請兩次 欸 就很遺憾 沒有現任台代的老師參與 這個 評審委員 哎呀 這 我才能知道 欸 所以說 這個寫上去 還是不是很公正 不過現在選職 不是說你那個選得多好不好 好啦 是說到底要給陳菊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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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大哥到达那个事情 就被骂得臭手了 这个事情还是不一样 一弄这样需要两件事一起打 一这样真的就要下台 好 好 那个 其实我没有什么论述啦 你知道这个 就是 毕竟这样常常会骂的 这个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啦 但是我今天 那个尾前不是找我吧 我把他说哎呀 不要啦 这个太暖了 这个真的真的蛮麻烦的 后来他这个 非常有礼貌 后面不知道有什么 专人指导 我说好了好了 我就想什么题目呢 我说啊 我们之前有办过一个站 但是我也不全然说是 必须要谈 这个展的过程 但是 我的经验是 就我跟台大博物馆的 互中的经验 可以跟各位参考啦 以前我比较年纪的时候 就还是年纪 一个 就是 通常把那个摄影机当作武器嘛 因为枪都被收缴了 只好用摄影机来试试看 好 那 我谈我一下 其实我们跟台大接纯是1987年 很早 很早的 那个时候台大有写出我们 你看又记了一个圈圈 就是 你说那个我们被借走那个淫关啦 被借走的啦 你看啦 被借走那个淫关的 新摄影官嘛 就 呃 就打到那个 这个姓伯兰的 那么呀 马先生 死鬼相当大人 反昌略啦 反昌略 反昌略朋友 他是我们 中法兰的那个 哦 女婿啊 嗯 嗯 然后在当年的 1987年到 节 节那一年是吧 哦 好 11月23号 然后在台北新宫也要举行这个 封兵事业 哦 对 然后就是要请封兵乡的 五个这个 五个部落前往去 赶典嘛 那 然后大家就说 那新摄那边是 嘎辽湾还是格马兰呢 所以 那这个要 那个是格马兰 好 所以格马兰 他去 也要去赶典 格马兰不是阿美兔 哦 就是 新摄这边不是阿美兔 那 主人当然说好恶 哦 然后 格马兰主发现 不对 我们都穿阿美兔的衣服 那这下怎么办 都没有衣服啊 哦 我刚去的时候 也就是都红出来 哦 全身上压都是红啊 哦 你看 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很奇怪 然后后来才转变嘛 然后 就有一个就是 接十月跟他老公叫杨公主 不知道谁接待什么 1987年 你还没来 你在美国 哎 那不是谢斯松以上的成绩啊 啊 不是啊 就是 他他他他没有写说谁啦 啊我我回去问看一下哈 没有关系 结果呢 就早啊早啊就拍到了一个照片 就是 那个在宜兰采集的格马兰主 白底黑边的 汉式的上衣的标本 啊这叫啥 去针线拿回去部落 他老人就说啊这在这里我们穿黑色的 好啦 所以我们根本的民主服是黑白好是这样 这样慢慢的引进过来的 哦 好 那因为这样的话就参考了之后呢 然后就在审购馆 别人拿来的就 就 米色的然后 别的别的别的 那跟别人不一样就好了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个先打住哈 然后我 2000年 出的啊 这样子 就 还好都没有遇到你们 那时候就 就冲进来 我管的那个 你们以前那个啊 以前那个 那个 动动 那个动动吧 动动 就冲进去 里面跟几个人进来 就拍啊 然后就 也不是办法 拍拍照啊 就有的时候不用拍了 不拍 不用拍 刚好 我就这样 也是用回应嘛 对 不用拍 然后就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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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 讲后了几个小时 然后就走了 没有人知道就是嘛 我有影像机会 好 就有机会在说 好 那时候 其实严俊明都要对 我管 就是 就是 不是很大个吧 对吧 对吧 一直点头 谢谢你 好 可是呢 改变的时候是在2004年 2004年的时候 这个 我刚好 要排贵族啊 凯拉格兰组 你知道那个时候 刚好发生 台湾都发生SARS 那是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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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刚好是凯拉格兰组 这个 复兴运动最强的时候 SARS来了 真的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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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带过他 好 那我就 又 就说 他早有些资料 把钱要用 这个要钱嘛 就是 就是 一张要多少钱 一张要多少钱啊 哇 这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排贵族 我排贵族 没有钱 好 然后我就打电给布老师 欸 布老师 这个 好 这个 好 好 我说 来来来跟我聊一下嘛 好 聊一下 后来就传统比较甜 好 但是我隐病 欸 我隐病后面有打到那个 台湾大学 什么 提供什么 这个比钱 还有价值嘛 欸 大家还是可以互动的啊 就是要错过什么方式嘛 哦 嗯 对 然后 欸 这个 那一年喔 那一年好像我们这个 跟班主也来 也来 也来这边去参观嘛 但是 我 拍凯特杨主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 当时有带那个潘耀隆先生 那 那陆老师就把 很多凯特 每部的这个 品谱 我们说凯特杨主好了 包括 这个照片嘛 包括 他的珍珠母的 潘斯妖的那个照片嘛 还有他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叔叔啊 潘青龙的照片 这台湾不是他那个人 叫做潘青龙 啊 啊 那个谁 那个拍照照 就一进来啊 进来之后 他就 哦 他看到那东西哈哈哈哈这样 看他很多东西啊 看他在珍珠母啊 其实他也没有看到 珍珠母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说 当 被拍摄者的东西 你看 人家死掉都看不到那些东西 啊 有时候 这是怎么回事 就说 你们 我拍你 根本跟你没有关系啊 我拍你 只是拍你而已啊 我过去 把你当作主席来看待吧 是吧 那陆老师就有朋友 没有理关系啊 那这个是谁啊 这个我叔叔啊 他说潘青龙嘛 你看 台湾又拿到一个手 对 对不对 我说 哎呀 这个东西本来是可以 借了一个 物件 那个 双方都有收获的一个方式 我说那个时候是想到这个东西 但是也没有想到什么功功功享啊 那时候大概 大概 您大概也开始有这个想法 但是都还没有 这样啊 啊 后来就试着找那个潘石雕的那个 录音 那个 后来发现没有 竟然在 冬天外国语 那个 发现 好 好 那 那 那台关主这个影片哦 就是后来就是 也 也有一些影响 那这个 呃 呃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可以互动的 好 那 那 李子宁老师走了 我要讲他 我要讲他好话 他走了 他看到我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 2070的时候 2070的时候 不是 我们 部落就有开会吧 那个 原官 那个 他们 不管要前面要改建嘛 啊 有时候那个原官 有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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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怎么处理啊 我说那哪位不是更好呢 所以我去 跟部落的商量之后 欸 那个 欸 我们说十八十班 新生十班各位 如浪 我们说都是如浪 如浪 各位拿回来 那我们拿回来很好 我说好 有共事就好 所以我就带几个人去 那个 被 拜访和那彼此 可是我们手上都没有赤量 完全没有赤量 那彼老师很好 他就把所有的 雷石文献的 鼻液 是要把 卵先生啊 卵先生 除了一点的事情 他是用戒的 啊戒的喔 我去家后看看 是戒的喔 你就看那个 戒 借用吧 戒斩借用的 然后 我跟列子车拿到 我说 他说 他从他的立场 他说愿意协助 那如果 最后统议的话 因为 放回来原来的地方 需要 因为山路很小 然后要一些 什么什么 工程啊什么的 而且那个地 就是别人的 现在 要怎么处理 还要跟部落卸上 那基本上 那都套利了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又把这个字 又拿到乡公所 我说乡公所跟你讲 乡公所 这个是跟乡公所借的 所以我部落 又没有全力去叫回来 所以你们要主动处理 他就 好列管 一列管管到他下台 然后他写不上 就 就 没有写上 那没有写上 之后呢 然后这个乡公才处理 但是那部落声音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这个 新社 这个圆关 拿回去 乡公所 诶 这个国际的大新闻 就没有人要采访 这个期間 这个不是算很大的事情吗 反正这 演著名是他什么 对不对 没有人管你 这是那个跟着 没有关系的事 还没有关系 这个也没抬 因为他要进来 还搞不清楚 这什么回事 我还跟他讲一下 是不是 就知道这些 那原关2016年 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搞不好 这一阵子 有可能把它 怎么样 好 那 既然 要在这个 台湾 台湾大学这个博物馆 就是他那个 胡老师也一直在关注我 不是讲你好话 就是说真的 一直有 有联系 联系到 有些老婆说 你跟我老婆很熟 好 算 有了 好 不好意思 没想 没什么意思 好 那 后来我们有合作拍了一个 这个 收藏的P5 那我跟台大合作 又知道 这个影片 大家不要 要考虑台大的立场 不要乱骂人 但是有一些立场 明显 对吗 我跟 已经那个 日本那个 中计划可以打起来 哇 看到那个什么 潘式样的资料啦 什么 哇 那个山雕色啦 哇 一落一落 就 一角落这边 哇 什么实在的事情 怎么让我看到这样子 可是 看到东西你会 心 心体会浮动 然后他不是放那个影片吗 我说我的妈呀 那个我们一样的那个阿嬷就动起来了 他是没有声音吗 他在弄那个 我一看就知道那个 是那个 好不好 是那个 毕丽 毕丽 毕丽那个过程 结果潘俊龙也不是在那边看吗 欸我们也是这样做 对 好 就是有一个竹子 那个竹子还在大背上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过程 把他放在影片的这个一部分 然后就开始 共和共享就越来越 越 越紧密了 那我们到 2011年事实上 台大的 就播广开幕展 那我们相当时又来 赶紧让我们几个人 就过来这边开 就相当科码组的一些东西 好 好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科码组 不是有一个被发展的 参加式编织吗 他早点都 都看不到那个 都不太清楚我们的东西 是 是 是 编织图文啊 现实的是都没有 但就在那个 书女博馆那个 2011年吗 是2001 2001年当然的时候 但是之前你们来评调的时候 就给我看法说 哇 怎么那么漂亮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那个 印象到一个很重要的 科码组的这个 女孩子 接鼠蜜 就这样来的大理 然后 他就试图 有没有 把一些东西啊 把那个素材啊 把它弄到裙子上面 但是又不大 但是他也很苦难 不过呢 不过呢 他过了 到了2012年 可马要复免运动十多年的时候 他就可以大肆上把它重置 但是不是全然的一模一样 但是很麻烦 我们不是习惯说黑白了 黑白了吗 可是呢 那一天我们很多主人在看那个 什么游行人 唱那个 跟科码组的服装 不一样的服装 我说这个才是我们科码组的服装 那黑白是 后来我们创造的 我们总部都来讲的 人家是黑白 你用彩色的 这太好了 总部来我跟你讲 又要讲一遍 所以就渐渐的大家知道说 科码组有很多风的服装 都已经都 不是视为 是断层了 那我们科码组就是从 已经断层的 编织服装 去从博物馆里面 好 找到 那博物馆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这边 是 胡老师拿那个 高画子的那个 那个 资料 给我们看 哇 好不早的 这个 当时 慢慢慢慢慢慢的研究 可是我们之前有一个 叫江凤莲的 我是2004 2005年派他去 有马来本去写 写那个编字 他竟然编着那个 那个群子过来 但是很可疑 他会编嘛 人家他是喜欢日本人 就叫到日本人去 他就下去 我们就 就学不到了 可是那个衣服 我们把他借来 工房 展示 大家看 我们的衣 我们的衣 结果有一天 他们跑过来说 你们怎么去学 泰雅子的服饰 我说 老师这个是科码兰族的 怎么红色是泰雅子呢 马上就走了 我被找到办法 他可能那个 眼睛没有太好了 好 好 那我发现那个 后来就发现 台大医生 愿意开放这个 部落的人来嘛 所以那老师 你们要不要看 就是2014年开始 你们来看啦 八点学生 你们来看啦 还有那个 那个 西里亚主的 大高师 你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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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边写 对啊 然后那个 小银灯 那现在就是 有抗回心 马上实践的 就只有三个人 服务 就是你们那个 英明嘛 还有一个小银 这就很积极的 那我就 我们也有说了 就是 我们就被那些 群子搞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成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说 以前的人真的很强 那 后来我带那个 花园部落大学的上来 哇 一群人老爸 怎么样一群人来看一下 我说 以后你们如果 要恢复什么 的话 对 这边可能也有些资料 那 目前我们是这样 我们就把 一些 隔马兰的一些 织文 织文 把它 转换成这个 文化产品上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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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包啦 相机带啦 等等 慢慢把它转进去 然后也透过这个 这个 呃 这个 呃 在工房里面 或者在 不过里面 来 做一个教学 这个 让大家 比较能够来做 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 所以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主动上是 呃 越来越好 这种 这种像 这种 这种物件啊 是 以后能 能不能再怎么 深化 或者说 再怎么 运用 呃 在原始织文采放 那种可能 大家 要释放 那个 董老师刚才讲 啊 我们都在 这个 诚诚的结果里面 这个代表那些的 想做好 有时候 不必然 马上可以做了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 非知名者跟这个 相当帝国主义者 这个文物 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他 还可以触摸他 这个是 现在才有的 还要我们回来这个 现在 我们首先都没有这个 机会 好 那 那 那我就 有几个 想法 就是说 博物馆 或是博物馆里面 那个 有助理的那个 博物馆 上面那个 解说 哦 要用什么观点 我一定会说 原尊不观点 那什么是原尊不观点 他给他 就是说 那个 文物是不是还要在 旁边还要插个牌子吧 好 好 就是说 不管了 好像你们 你们去看了都 看了都算 这些时间 年代这样就好了 还是说 就这样 好 这个人物馆到底会不会拍照 即便拍可以还是去拍不起还是什么 另外 可不可以 开放 就是 这个 这个照相 没有关系嘛 也不会拿走 也不会说拍下来 你们就 拿走了 好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不管里面的原始资料 可以成为一种文件来展览嘛 不是说公告 比如说那个原始文件我们都看不到 他的文物早期日本人应该会记录嘛 原始记录的档案 他可能取得年代啊 说方式啊 跟谁啊 哪个地点 跟哪个部落人 什么原因啊 什么区关参与 参与 参与取得 好 还有那个价格 大家都不讲话 也不是说这个 也没有关系 也不是能弄的 这就是本能弄的嘛 那个 有没有看他啦 看我 其他可能都不见得了 对 那 我啦 我的理想是这样 就是说 假设这是 这是潘道成使用的五目嘛 这个对不对 2017年这个 4月8号 那可能今天 某个人说 五目借我 潘道成用过的东西 值得咱 你把他帮他帮过五目了 好 这个是五目嘛 今天假如说 过去之间的五目 怎么起的我不知道 假设那个五目 可以像在 某个那个伟大的展览场 这样子 而已 今天我们是邀请潘道成来展览里 你看 给他一个展览的机会 所以他的 创作在这边 不是他的 然后觉得很光 而不是说 我现在进来这边 哎呀 我们的屋 哎呀 五分杂成那个 哎 那个五目我弄上去是 大雅师堂就对了啦 然后那个柱形管他很光暖 哎呀 哎呀 就是导向式的什么 好乱 你说 可能可以这样 那 就是好像 好像我现在 我要弄摄影展了 或者说 我要弄个基督片展 再弄个基督展 我就说 我就很光荣去 你看 人家邀请我展 五目可以变成这个 那个 那个 尊贵的 让 那个扶起来 哎呀 我们在这边这样这样光 好 那当然 原住人 最后的目的就是 那个人就是说 希望欧本的目的 就以后 还回来 就 还回来 那还回来 那还回来就是 我说你能放弃 在这边都跑不掉 一个都跑不掉 一个都不能傻 为什么 他有背后来 那话又讲回来 就是说 他就是博物馆 现在就是政治考量嘛 就是说 哎 这个国际啊 没有任何 还是那个 法林那个什么 正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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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林 法林 法林就是第三名 好 那那个 那个 博物馆 现在都不考虑说 怎么去 就是讲说 法林现政府 你有什么能力 来 取得原住民的博物馆 落在你那边 他就听到 他在下面在笑 你知道吗 他以后不是 法林现政府在那边管 然后叫法林现政府 就报告 这很奇怪了 然后这个博物馆 成立之后 他要干嘛 面人在讲 有时候跟朋友讲说 哎呀 找错人做博物馆 不如不做 好 好 那 如果那个博物馆呢 武林以后 成立之后 那个博物馆 是不是 黑手会升进来 台大的东西 这个也是 以后可能会面对问题 好 那刚才呢 这个 哎 怎么讲 就是说 过去 过去 过去那个 那个 那个时代啊 透过这个 国家机制 运作下的 这种 我这样讲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感受了 这可能是 强道士的 抢救文物 强道士就是 快点 不要看他啦 然后在今天 但是这种文物就下来 今天看起来 其实对原住民的这种负责啊 哎 在某一个方面 是提供了一个 这个帮助底下 什么 什么 怎么样 好 好 但是 不要说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是刚好已经 原住民 持续 怎么样 对 刚刚那个谁 那个 黄 黄 黄小姐 来 他讲的 是不是我们是面临大屠杀 也就是没有 没有讲说 我们被他屠杀 很奇怪哦 是面临大屠杀的过程当中 因为十七两百多零射 但是哪个东西拿回去 然后放在某个地方 也就是刚好 那个时候 因为他也就是 刚好 能够面临的这个 生死情况 就是这样 好 那我就是 我们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刚好看到 时代的转变 那这个转型真意 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 刚刚那个 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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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他写了什么 他 他连那个 童话教育 他都认为 是 大屠杀 是屠杀 你看我们 我们被童话 被人家笑什么 童话是 所以 有些童话里面在叫什么 人家 每每次 童话是 可以 小胖说 我们是 你是被 童话 喔 童话 童话很多嘛 把你们取感啊 方式有毒物质啊 童话交易 我们 1914年跳入个战争 是不是大屠杀 1915年跳入个战争 是不是大屠杀 1870年代 一个那个 霍山的战役 那港口 其他流云的战役 小肚子大屠杀 欸 原住博物馆可以做很多事情 喔 所以呢 我们跟博物馆之间 要发生什么关系 目前来看喔 共共共产还是可以持续 是吧 是吧 就像 呼吸之间嘛 让他发生什么关系 可是呼吸之间也会吵架 好 请问一下那个 才大家那个 我今天也是有没进去啦 那个 我们记得投入一个土啊 地图那个宽冷 你再做了啊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如你风不足 这个 那个 我会讲的也重要 角度看啊 好 你 就跟 我讨论过来 好 就是说 因为 蔡英文讲的是四百年嘛 四百年 他讲 他是 两岸之间的领导人 第一个在发振能功的嘛 对不对 好 那就是踩了四百年 他踩了四百年的话 好 那这个很长的 不是 不是贵圆转会可以处赢的啊 所以下次体验的时候要提出 我们要调查选 先调查那个 麻洞事件怎么来的 是吧 那你是不是没事找到何必打那个 本来的 那一定有原因的嘛 是吧 好 那当然这个 我说这个 国外也还有 国外也还有很多我们 有什么东西嘛 比如说 这个 第一世界 西方世界国家 到处去西方世界国家 到处去西方世界国家 很多东西啊 搞不好都要去出土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 多多读博物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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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个 像那个 黄大姐这样 多多做 蛮喜欢她的 没错 对 来 经过我们新的 一个论处 好 那我现在最后 我拿一件 你这什么叫边多吗 不是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睡觉 我不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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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武器喔 不是 不是 我这一件 就是要感谢台大人的学系 台北的吴嘉宜老师 谢谢 这个 之前我们也不知道 根本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根本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也是被 被屠杀 你知道吗 很可怜的 马迹路 不要带我出去 马迹路 放在我家的话 就不会吧 然后这个我们把那个 这是两个 我们把那个 里面这个纹路 把它 弄成这个 新的带 好来来 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 然后这件 本来我看到我们的女孩子 在穿那个裙子 我说 等一下 好 你喜欢我这个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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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来是 女孩子的裙子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一件 就是在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 把它支起来 支起来 对 拐在这边拿 拐在 然后 这个 算 比较进步的一些 但是我觉得 还 还要 还要 还要学习一百年前的 那 这个 要 真的要 要感谢 布老师提供我们那些 那我们那个 布老师扶你 哇 就冲进去 去他眼睛很多年了 到底黑白的 你刚才讲黑白的 那个衣服 比较长 还是这个产色比较长 真的啊 年代 不 谢谢 不要黑 是蓝色的 哪里看到那么黑 蓝蓝吧 因为有时候你拍照 是不是 蓝的跟黑的 有时候就是一样 就是以前的 所以 蓝褲子 那个啊 所以 你知道吗 花脸的鸽马祖 因为1840年代 就开始逃了嘛 所以 就 就 后来就断层了 没有在 很少再吃了啦 到19 19 19 1968年代 不是海岸工作通了之后吗 就到这间间就不要吃了 那个 现在不准进来的时候 去买就有了嘛 那些 帮蓝蝎 没头发嘛 所以在 翻译年代就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在1991年代 在无话附证的时候 人家不在笑 可能 哥马兰 哥马兰可能是 像阿美 啊 依然像汉人 哪里有文化 你就没有办法 就只好说找书 我们哥马兰 董文化就在那里 很可怜你知道吗 只是说自己要证明自己是人啦 然后人家说哦 原来你是人 就是这样 嘿嘿嘿 然后就是要把 哥马兰的哥 哥马兰的哥 哥马兰的歌 哥马兰的歌 就在那边点 就跳给你看 不要让给你看 就这样 然后大家说 有神教师编织 然后就把它 来用 好 那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都 早期都 没什么学术吧 自己也 也不会去找 以前还没有书位化 那博物馆又不禁得 会让你进去看 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博物馆看啊 那后来才真的有机会 所以现在 因为台大的 大家都书位化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上网看 晚的时候 这一天我想看 这一天我想看 反正说我想看 是享受的想 我想看 然后你就跑到台大那边 我想看 基本上有一个正式的这种工文 什么的 不早来看 他们才会安排 然后你们先去看那个东西啊 但是要戴手套啊 现在 不能摸 戴手套 然后就是 就是可以研究 然后可流就可以 就是这些学学复证起来 好 那 共共共享 其实也是大家 要很多磨合啦 你看现在今天走到这一步 都很不容易 刚早上你 你知道不知道干嘛 第一代第二代 我们现在要走到第几代啊 我们被治理者 可以在那个帝国主义的 帝国大典讲话 那就奇怪 例如说很奇怪的这种东西 你说过了一两百年之后 这个怎么会这样 所以呢不用担心 现在原住民都可以在讲台上 跟汉冷的时间上课啦 不是这样吗 有时候写上不读书 以前都被您教的 现在在台上跟你们上课 你都不好读书 现在写的也不一定听得懂 好 好啦 是不是今年发现了 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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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那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和 哦我时间到了没有 没有大米河 还要两个钟 还有两个钟好 不要咱们 好 谢谢 谢谢 你知道吗通常是说 我们的讲者很客气 留很多时间 给我们现在至少多留 意思就是大家赶快问问题 他希望跟大家用問答的方式來多討論 大家趕快想 那我就先用一個 先提一個問題 我想胡老師 其他參與人 鄭浩怎麼大概都可以回答 那就是說像去博物館看 像你們隔馬蘭文化附贈 有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嗎 鄭浩這邊也是 大家都還正在做 那之前卡拉格蘭應該也都是 我想請問一下 好像在你們做的一些事情裡面 織品會被凸顯出來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為什麼 就是織品在每一個文化裡面 不見得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都有專一 都有醫務 可是織品在文化概念上 它會涵涵一些更豐富 又不只是功能 那這不見得在每個社會都是怎麼樣 所以我想知道你們幾位選擇的發展織品 有些什麼考慮 特別的是香蕉史詩嗎 香蕉史詩嗎 我剛開始 我剛開始沒有想說什麼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個概念 我剛才是說這個 我們的編制都算了嘛 應該要讓部落的婦女要會 所以剛開始都是第四季嘛 那現在行不行 你還是 保鳳她說可以蹲八小時 我都欽佩你 那個我那十分鐘就受不了了那個 因為沒有坐牢的話 彎不下去 除非你有念那個 我的同工啊 然後我們是一九九零年代就開始在展演 而是一直強調香蕉史編制 可能就是一直想香蕉史編制 那其實也是一般的編制都一直是香蕉史而已 那大家就想像那個香蕉史是什麼東西 有香蕉葉啊 香蕉菌啊 香蕉都有 那這個機會就跟大家互動 但是 你看我們負責十幾年啦 才成功 負明啦 15年 1987年 然後2002年 才成燃 成燃的時候也是很意外啊 那个不小心 陈庆平总统 就说要来新圣 我说 那也是这样 其实总统也不知道 我们是前一个礼拜就 我们部落就把那个陈庆书都写完了嘛 然后我很好心的就把那个 插一下号里面 就把那个 铺门给他们那个前个礼拜 那个前导的密书来 我说 陈庆平 陈庆平总统那个下个礼拜 有时候请他看一下这个 陈庆书 就来关心你们吗 还要真凝书 好好好 我跟你讲 陈庆平要走的时候 他就走不了 我们说 阿贤请留步就好了 然后他就打回去嘛 我说这个给陈庆平做求啦 是这样 你看 8月份来 12月是认定的 所以民主认定是政治问题 不是法律问题 远早会不要再讨论那个问题 我骗人可以 所以我都不回忆 好 那我们在前任之后 2020年前任之后就发生 欸 我们想发展什么 其实不论说阿贤老师嘛 可能比较可以做 因为已经在做了 其实也有目标啦 目标呢 我们的男生就 我们的男生就 只会讲啦 不会做啦 就是叫做附落男人啦 这个差很多呢 对不对 那个无双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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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想不会做啦 发动了 发动了男人就差不多 没有没有 我不讲理 然后就 2004年刚好一级 就打了那个 这个 重点 释放部落计 就有点吃点 就在部落里面 弄个什么 马草获就在那边吃 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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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边吃给你们钱 那时候有钱 那时候有钱 那时候又边 越高兴嘛 那边那边一两两个 奇怪 怎么都是宿舍的啦 我说 以前都是宿舍的啊 宿舍的嘛 奇怪 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也会发霉 发霉惨的 发霉惨的 这个东西 大家开始会吃热嘛 后来那个 有一个张修送到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问题 就把他取决掉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去 我去跟那个马夫妹啊 马夫妹老师那个 跑去琉球看他们 做那个发霉事片子 哎呀 看了感动了要 之前去看了 看了以后我就发现 哎呀 我一定要弄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 因为也不是搞这个人 啊 他们那个二分等级的呢 好 阿婆不敢拍照呢 阿婆说 那个不是得到 神经国宝那个阿嬷 什么娘子啊 名娘名子啊 哇 他就 他们做得很认真啊 然后就是 哇 做得那么好 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理念再形成了 好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发明的问题 就解决之发明 好 哪里世俗想要做一些 有的没有的 可是我们都 我们工坊 我们已经弄一个工坊 叫做 新色的香蕉式工坊 每一次在我 我都打一打 就是这样 就是 可能会发好 那就是 就是 附赛的工坊 也知道有一个香蕉式的东西 但是 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 有那个 古朴的来干 好 车里有人会买 也不便宜 也不贵啦 但是通常都我先买啦 所以我家留了一些 就是放的 所以我是收藏家 所以到时候我是 谁会学 我到底是列国呢 还是 还是收藏 好 到这个 就是大概关键还是在 吴老师这边 2001年看到比较实在的那个 文录 然后才开始说 诶 这个 这个东西还有那个颜色 是可以 运用在香蕉式上 所以 慢慢的慢慢的 去年卖的很好 商业经历就不要讲 卖的很好 但是 他就跟我说 公司可以混合了 还不行 还是不行 还是不够啦 但是 但我觉得已经卖得很好了 好 好 那我们只有这个产品吧 那其他的 因为部落也有很多做打扰嘛 打扰就是 所以你把你接近 那么强力做一种 好 然后我们就在 那边又弄个工艺支架 一个空间 产免得完的 以前 你不只是相当实惠 就是给些东西 然后 接近的产品是什么 那我就一发现 我们的工房二楼就 直接就弄得比较 人喜欢来做的 放一些影片 那大家 比较舒服的 可以坐在那边 可能可以喝啥 可以坐在那边DIY 看影片看一看 然后 吸引他去看那个香蕉丝这样 然后去摸摸摸摸摸就 好 好不好就 很喜欢 所以吸引的那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 柯B啊 去年不是一大堆 去新校香蕉丝工房吗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行 他手都没有买 他手都很简直 他手都很简直 那天啊 我待到我都把电话 我那时候当我说 五百五啦 五百五啦 都没啊 那是怎样 我说没有买 后来他给他处理 不好意思啊 你买一点 好 然后回去他去广告 柯B啊 想要是要怎么注重 怎么注 可是我们很感谢他 因为有人二十几万的点月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就就定的就 还有还有啦 媒体都会 一直来讨问 反正我都会 也有点把关 因为他们都不了解千套事嘛 我先问说 请问要千套事 你讲清楚他给你讨问 你知道吗 没人讲清楚了 后来这两年我就开放了 随便他们吧 就反正你就报告就好 就是吸引顾客来 来到这边我们才可以教育 所以这个 编织可以成为 什么样的 让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要创造一个独特的 独特性嘛 还有点产品要每年进步 好 每年创造新的产品 好 然后我们学士们主要 就是要限量发行 啊 啊 对不对 你们在搞 好 好 可以吗 谢谢 好 我有点那个不可�齐的东西啊 我也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 你们的人工吗 但是 虚虚之的虚虚之的 对虚虚之的 假期假期 假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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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假期啦 假期人家 是怎么这么心里 来来来 浩子 这是你的责任 你好 带带带带带去花园 没啦 他早早没人没在编织 你叫我编织 谁要说起来 你就在找我编织 没有 这个流失 这是真明的 这一条 这不论是金钱庄师 还是蝶屎 我小时候都做完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金钱庄师啦 这是你呢 这是 这是 不是 不是 现在的 你来自吃 不是金钱庄师啦 我就是都自己在我金钱庄师 还是蝶屎 搬家搬家啊 也要投資啊 我跟他說 這個跟機器弄得很像 像我這個 我是親家人的啦 別人就發併說 這個是出秀的 出秀的 他說 不然你那個是民生是秀的 意思呢 我不是說這是恰恰 我們年代民生 車就說民生嘛 他們也有寫過民生是車的秀嘛 我說你那個 明明就是那個民生是秀 你怎麼說 你是說恰恰的 你看這邊就知道啦 這個就是恰恰啦 應該恰恰 所以現在看你這個 那麼細膩的東西 我比較會發佈的那個 真感激的 太多了 保護館那個平常還要去 啊 保護館那個比較漂亮 保護館那個 保護館那個 保 要有十九歲 幾年在平常還是有 信動 對對對 以前的人喔 以前是 以前是 這是人工的 买现成的 先把那个纹路要绘 因为这个是在发展过程中 还不是最好的 大家都我们也知道 现在马老也很难买得到啊 就是那个很难 我们最近在踏入买那个牛骨头啦 骨头啊 就是那个帽子是骨头嘛 买到买到了 买到然后他们说要 可是马老要找到那个适当的马老 那边喔 很漂亮喔 我想以前人家很少就有 理学观点 里面有一个从哪时候只有我们都有的 你猜 你看 你看你慢慢看 只有我们组合只有我们 好 你要多多跟你 你要多多跟你自己发生关系啦 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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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裙子没有 那个 那个是木雕的 裙子上没有 好像有二十几种 对 那个裙子上 而且 你问我说都不知道 你问我说都不知道 那些 然后那个 裙子上 台北管那一件跟马爹那一件又不一样 不太 不完也一样 也一样 太难了 太宅相对 对 这两个 这两个 那裙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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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上 他们一直这么是 八宅处的 你从一直跟进去 合级就给改 我怎么知道 在国管的 还要不反应跟进去 那是什么 在这 对 他是哪一个国小要老师用 对对对 那个按理国小 按理国小说要 要护证嘛 就他把这个资料提供给他 买好他们误服老师 若说这不是你们的 你讲了好几次 看到什么 看到了是吧 而且那个浩子他们就发展比较高 我们发了很久 我们那个 江河共产是2005 2006成立 十几年才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玩那个文创 我们好好的 让他是做自己的文化的东西 然后 然后 再发展可乐性 然后 再发展可乐性 我们最后一个场子的讲者 我们最后一个场子有两位 分别是潘志杰先生跟陈宜臣小姐 那他们的报告方式会是 两位有个先后 那一位20分钟 那我们就先欢迎 等一下还有句话 所以赵老师他们目前还有一个测 看到他们两位特展的展正在进行 所以他们应该主要会是用这个 文官的这个特展在顺意的这个测展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种经验 那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讲者潘志杰先生 各位先进老师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长龙台湾研究所 现在还在就读硕士的潘志杰 然后 其实这次的特展经验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 然后整个发展得很快 所以我这边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 我们就是在展出的时候的状况 还有就是目前我们部落遇到的状况 其实我们最原始要感谢的就是我们温老师 因为其实他跟当时我们的顺意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 林威成族人有所接洽 所以才打算在这一次展出要展出所谓的平补族的特展 可是这个平补族的特展呢 我们要怎么展 或者是找哪一个部落 当时是非常的仓促 当时也不知道要找哪一个聚落 只是当时我们 因为老师有看过我们的部落 所以知道我们部落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展出 还有就是计划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些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说到平补族 大家都有可能会不知道 这边在座的一定都知道在哪里 然后可是其实很大部分的学生都不知道 平补族是什么 他是原住民吗 又算是哪一种原住民 或者是有没有被承认的原住民 所以其实一般的来说都不知道 可是对于完全大众不知道的一个民族 我们要去怎么呈现我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当时就是很苦恼 因为我们 我们有既有的祭祀 我们既有的器物跟既有的东西 但是这些在世代跟环境的变迁下 我们都在流失 所以最明显的流失就是语言 我们语言其实很多都只剩下单字了 只是 目前就是把现有的单字那些都记录下来 以后未来就是有可能可以出一套 属于我们自己卡拉多马卡道的语言 这样子 当初就是很 这种话都很特出嘛 就是给我们一个特展室 他告诉我们特展室就是长这样 然后大小规格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设计 全部都交给我们自己去设计 自己去那个筹办 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祺劳来说呢 非常的困难 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 可是基本上我们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拿来展出 所以因此在策展 要准备展展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想 然后这一个月密集在想什么呢 我们要找所谓的马卡道 属于我们卡拉多的元素 其实我这边不太想要 常用马卡道这个字 因为其实马卡道 虽然是归类屏东所有的屏谱主 可是其实我们的语言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对 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差异处 然后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最主要 我这次设定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阿牧 阿牧是我们的祭司 他是我们现在现有祭司 他知道所有的记忆 也知道一些我们剩下遗存的那些语言 就是我们所谓卡拉多的屏谱主的语言 他还记得 然后现在也正在做采集跟书写的状况 我们其他像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康阿姨 康阿姨是像是他的角色比较像是阿牧的基层人 阿牧现在就是他头脑有时候会想到 有时候会忘记 因此他很多东西正在密集的在传承给我们的康阿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公 算是我们的主委阿牧聊是主委 我们公谢叫做阿牧聊 公谢是在台南那边就是叫 最主要是青年集会所嘛 然后我们这边叫做阿牧聊 然后这是我们米俩阿姨也是跳陶劳 就是我们丢体的那一个主人 这三个都有跳啦 就是跳陶劳 我们要怎么去搜寻我们自己的文化呢 就是我们的展览元素 最主要是这三大元素 分别是器具 历史 跟人文 怎么去做呈现呢 其实器具 我们这边最主要是产足 因此我们很多物品都是用族器去做的 人文就是与环境互动 甚至是信仰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在地文化 我们都会在这一个博物馆所展出 还有就是历史 历史的部分就是 除了共同记忆 还要参考所谓的文献史料 还有算是学者 学者前的研究 像是最早进来的老师 那些简老师 刘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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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一些著作 然后根据这些著作 再去下乡去做所谓的口仿 就是先按照口仿 然后去对照历史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在策展期间 花很多的时间在准备这些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最早之前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写论文就是写我们 刘桓老师的部落 因此在文献调查这部分 我就有先做一些功课 刚好是可以把我自己论文 投稿的东西做展现 然后这部分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们展展的名称叫做 刘桓老师阿木有个月定 这个月定是什么呢 我们阿木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李向他是非常 算是个性非常谦虚谦卑的一个人 他很常说一句话 他说前人传下来很多 可是我们因为自己的能力没有很足 所以我们传到的就只有这样子 然后也是因为他 我们都常对自己说就是 就算不管禅到甚什么样子 我们尽量能恢复到所谓的以前 那就尽量恢复到以前 那把现在的先记录下来 有办法的话再恢复以前 所以因此我才会想要跟阿木有个月定 就是我们有个月定先把 这些东西先记录下来 先把这些东西展览给大家看 让人家知道什么叫做Galabo 什么叫做马卡丝组 因此我就在我们路口设计 就是用阿木聊的方式 因为我们展秘机结束了 到今天3月16号 因此他想有机会要看的话 要再等我们Galabo的文物馆再开 文物馆再开的时候 我们会再等于是重新配置 可是会也是类似的模组再去重设 然后也会放更多东西 就是我们现有的东西 重新制作的东西 博物馆管方对我们非常的好 因为也是因为博物馆 我们才有经费再去请洗老们 重新制作我们的传统集聚 也在这里面有做一系列的展出 因为其实对拼谱马卡丝组来说 或者是对其他组来说 我收集器具语言甚至是历史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期朗我们都在流逝 因此我是非常的建议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民谱主 知道自己是特别民主 你有机会的话 当然是一定要深入社区去做调查 因为深入社区调查 你会发觉会有很多重大的发现 是以往没有写出来的东西 甚至那些东西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文化 你们自己的语言 你们自己的历史 所以我在墓口印象就是要营造出 我们Galafo的那个阿末寮 我们的宫鞋 就让大家有进来过 来参观我们属于我们的东西 因此现场都会非常像是布置 像是我们宫鞋 右下角的那个照片就是我们的阿末寮 就是我们祭祀的地方 然后一样我们就设一个拱门 然后就这样走进去 可是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我们现在马卡道文化最主要做的就是所谓的传承 因此我们在前面的海报 放了一张小海的图 跟阿末做对比 阿末其实也是 就是阿末寮我们相对最了解 我们Galafo现在目前历史 还有所有记忆 还有所有语言的语言 所以算是借由他传给下一代 慢慢的希望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东西 找回来跟流存下来 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 我们透过华夏做了这一个模型 借由这个模型让大家知道 我们祭祀的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区域 大概是长得怎样 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要讲的三大挂轴 这也是我 算是我们的介绍吧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拼铺族 可是说明不知道拼铺族到底在哪里 马卡道族在哪里 他其实像我们就会开始介绍 我们马卡道族在哪里 主要是分布于哪些区域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哪一些部落 我们在马卡道族在哪里有做 算是介绍 一系列的介绍 然后卡拉波的历史 这个历史的部分呢 是我目前写过最复杂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历史呢 其实很多学者去嘉义讨论过 可是真正的历史呢 其实老师说我得到最多的还是来自于乡间 跟史料的印证 就基本上这个部分是最复杂的 因为其实武洛舍 我们卡拉波这个地方 最早就是来自东山巴塞的武洛舍 由潘丁云潘老爹把我们带走 久屋人家到卡拉波这边守爱 守什么爱呢 就是守当时的生班 也就是台湾九路开出 他们有一个粗草的文化 因此我们就派去那边做守爱的部分 我们就永久租在那边 但也是在那边 我们有机会保留自己的文化 然后 这部分就是介绍我们那边的历史 最后是讲到我们卡拉波 位于在哪里 就是岩山波鲁 岩山的一带 在台 算是屏东最北 比较最北边的地方就是 然后 我会讲这张图 这张图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就是平谱分类调查表 这是由李老师所整理出来的 不同阶段 他对平谱主作的分类 像是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最主要都是分在 下面这一排 马卡道组只要分 对不对 分布在这一排 其实最早是由伊能加菊 他是用马卡头 就是记录 然后到现 然后慢慢演变演变 有时候把它归类在希腊语内 然后依照不同的 算是他们的学术不同的领域啊 来做分类 像是 李人慧李老师就是用语言来分类 所谓的我们的归在希腊语族 然后属于马卡道人之主 对 这个分类呢 就是 其实 呃 我对于这个分类 就是大部分 我还是会去注意这个 可是 关于这个分类 我不知道 他的真正的根据是什么 就比较不太清楚 因为其实 基本上 如果去下乡调查 其实马卡道我们光是三个地 马卡道不一定语言就是一样 我们归在希腊语群里面 可是 我们的单字有些也是不一样的 像是 呃 我举例一个东西好了 我们头上所带的花环 那个花环呢 在希腊语族 像是北投社 北投亚那边 北投亚那边叫做哈绕 我们自己叫哈棒 然后 那个 在老提斯叫嘎勒论 对 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 当然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像是我们之前叫布洛 布洛是什么东西 布洛就是 我等一下会展示 就是我们的武器 我们 呃 後来我去调查 其实 有其老 也有一部分真的是说 嘎勒就是 赤虫 就是他是 赤虫的学生 当时在嘎勒波这个地方很多次从 所以我们会称这边叫做嘎勒波 这样子 我们是 呃 不同地名 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族名 就是我们到不同地方 可能就会换 比如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叫这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 不会一直是以武洛社存在 在这个隶属上 而且其实 在我在做 齐老调查的时候 我会发现 其实武洛社有分支 呃 呃 他当时潘丁与世其中一个分支 带到嘎勒波 有一部分呢 是到 六龟 所以其实六龟那边 有些齐老会唱 唱一些古 古老的古调 会唱到嘎勒波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有所连结的 对 然后 可是他们 呃 这部分就是 我一直还在探讨的东西就是了 所以比较复杂一点 评伍组分布图就是这一个 最主要 是根据清朝去分布这些 当然是准确性还是有差啦 就是到底在哪里呢 就 要看现在部落各个发展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 觉得 大部分就是要去 真正下向去调查 才会知道真正的评伍组在哪里 呃 像我们屏东平原马卡道在哪里呢 呃 有 很多地方 其实还蛮多地方都是屏幕出的 只是 到底剩下 呃 我们自己 原住民的元素还剩下多少 这真的是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根据 环境啊 或者是 变迁 还有一些社会的变化 导致 我们 越来越 就是等于 有人说是汉话啦 有人说是童话 但是为了生存 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来 存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舞台上就是了 对 我们盖拉波就是在 标题信号这边 最上面这个信号 这是盖拉波的位置 然后 这是我们阿姆聊 我在里面就放一个阿姆聊的正面 其实我们阿姆聊经过很多次的变迁 所以 这是最先前有拍的一张照片 阿姆聊是这个 然后在更早之前呢 阿姆有说过最早之前阿姆聊 其实就只是竹子加上稻草 所盖成的一间小房屋 里面放的也是我们的竹寺的阿姆姆阿姆咒 就是我们的石头 就是我们的祭祀的算是明界的石头 它是我们的竹林 好 然后经过赵守正呢 他有一次来我们这边聚落拍照 然后我们也是去跟他算是做洽谈阿 就是说希望可以借我们的照片来展出 因为他的照片还拍了出我们这边的神圣心 还有就是庄严还有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他的照片来展出 展出我们的记忆状况 然后这个也算是他人 赵先生他人都很不错 因为他就直接说这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所以可以任意给你们去利用 然后我们就是再感谢韩 还有就是在事后都有特别感谢他 就是给我们这些图等于是去 有机会可以利用这些图去介绍自己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羽王比较特别的记忆 但是羽王是我们的祭祀的羽神 他是我们在刚看的时候 必须要续口色吸口 续求欲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象征的羽神 经由他来告诉主灵 告诉天上 告诉羽王 告诉我们信仰说我们需要羽水 然后借由他来进行所谓的降雨的神 就是降雨的动作 让我们不会再有干派 然后阿木潘台侠就是我们现在的祭司 他就是会 以前学过卡拉卡纳就是片甲名 他后来用片甲名来祭祀他所念的词 像是他念的那些鸟的名字 像是我们熟知的大冠鳩 大冠鳩我们叫做吉巴菲 然后我们另外蓝雀 蓝雀叫做泰卡轮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陆续在写下来 就是我们目前拥有的语言 还有一些单字就是了 然后也是因为他之前有学习有写下来 我们现在才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然后才展现给大家看 然后再借由地图的引导大家导览的方向 我们会排一些地图像是最早之前荷兰时期的大泽基社 大泽基社的大泽西西口 据我们的祈祷所传释在现在的沙卡兰西的部分 和地方 最早之前我们有一部分的人员是住在那边 到后来牵制在 在荷兰西塔建嘛 他有塔建的方式在这个地图上呈现过 到康熙呢就是大泽基社 到后来我们在庸镇的时候到牵到了武洛 可是原因就是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迁徙 然后武洛到嘎喇波就有原因了 武洛到嘎喇波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爱肯治 就是当时为了要方便和人们做肯 算是做肯 开肯的状况 为了防范生番粗糙 因此我们被派到了沿山部落的地方防止生番 然后才到了嘎喇波这个地图居落 最早之前他的嘎喇波的蜡是蜡肉的蜡 不是这个蜡 但是后来日本人他们音译 然后又改名这个蜡 这个rap 我们就叫加rap 后来也是刚好在2015年 就是在圆密塔有来我们的地方 做一次的记录跟拍摄 就是拍一个马卡道在哪里 就是尼玛新闻的第110集 我们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做放射的部分 就是透过这个影片 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发展的状况 还有就是目前拥有的记事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经费有可以做空拍 然后才有机会做我们那一个模型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直接实际上在博物馆里面展出两张大图 一个就是日式实习的图 另外一个就是新潮的实习的图 就是找五路社还有就是嘎喇波的地方 然后我们中间就摆设我们的竹器 竹器有些东西应该有听过 这个我们最早之前也有 这个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也有 他们是拿来做那个 阿百 我们也有阿百 我们也有麦 那应该是说 可能是交流或者是 一些因素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相关的美食 这些传统的饮食我们有留下来 我们在记事的时候也会做制作 然后也是会运用到这个捣器 可是现在都不太会运用到 可是我们有一个石头做的捣器 现在还存留在我们的阿穆良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骨谋 骨谋是什么呢 其实骨谋就是我们的放稻谷的地方 通常在我们在丰收的时候 我们会把最好最好的稻谷放在里面 到了隔年春天四童花开之时 我们便会拿出来做耕种 因此我们常说一个人很骨谋阿 就是说他很挑剔挑剔到像要挑到 跟我们挑最好的稻谷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是才会有衍生骨谋这个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阻覽 这个其实基本上 以前的人也有在做 其实我们这边的人也会编制 竹子响板是最主要是跟坐赶鸟的时候使用 它就是 竹子铺一半 然后再用铁丝 然后等于是可以做敲响的动作来赶附近的鸟 然后这个是鱼隔 最主要也是在沙卡兰西或者是在附近的大西的部分去做下射 然后可以抓鱼的鱼器 这个是哈霸 哈霸跟大霸 哈霸跟大霸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补属器一个是补鸟器 就是算是也都是用竹子的 它是应用一些机关 然后引诱他们经过 然后就抓到就可以用美食加肴可以食用 然后这些竹器都有 应该是有些东西应该都有看过 像这个竹火龙就是以前的那个暖暖包 以前没有所谓的暖暖包会把竹子放在里面 然后拦子这些 虽然是竹子器具 我们都是重新在做编制的动作 对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鱼鱼 就是我们的武器就是标标枪 它叫鱼鱼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弓箭 还有就是我会放缩音呢 我们是一位我们有一位算是工械 算是现在社会社会 社会协会发展的总干事 他就是田一明 他爸爸以前就是 他们 他也是我们的主人 也是鱼鱼鱼的主人 他非常有名的就是制作缩衣 对 甚至是制作缩衣到附近的聚落 都会找他做购买 所以我们借由他展出 然后来告诉大家这一段故事 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 然后这是我们的服装 这上面就是哈棒 哈棒就是花环 然后在祭司的时候 我们会穿这个服装 然后做塔乌绕 就是我们跳戏的状况 然后唱我们祭司歌曲 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祭典就有两个 一个是七宇季一个是一夜季 七宇季通常是在钢旱的时候举行 然后我们在1995年跟2015年举行 是为了要附阵来做举行的动作 因为1995年举行的时候是 也是隔了很多年 2015年举行的时候也是 主要就是我们有阿牧 阿牧他还存在了记忆跟所谓我们的社区的总干事 还有协会的主委去做 等于是做讨论还有做 算是回想 因为四个这么多年 有些仪式都会忘记 可是阿牧其实都有写下来 还有就是用语言啊 用他的卡那卡那写下来 还有部分去做传唱 我们还有这些文化这些仪式 业绩是每年都在举行的 就在我们11月15号 然后举行完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开向 开向完之后才会有一些 一连串的事情可以做 运作就是了 然后展示空间的记忆摆设 我们就放中间是鱼王 这个应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他是由108种的鸟所组合成的 至于有没有108种 这个还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语言之中 剩下的鸟类只剩下13种 然后就是我刚刚 我刚刚有说两种其他种 像是那些特殊的鸟类啊 黄鹰那些鸟类的 我都有写下来 尤其在我的册子上面 然后目前都还还正在整理当中 就是整理我们直接剩下的13种鸟 如果尽可能的话 还可以回想出一些的话 就尽量去做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们的阿木所使用的竹刀 他可以做点线珠 还有以前是撒珠所使用 好 猪头可后啊 也是做祭司所使用 这个最主要是禁地用的 就是我们的虎还有龙树叶 好 然后我大概走先 我这部分是先讲到这边 因为其实基本上 我本来是要讲说 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对我来说是实秘 也是在大学之后才有的实秘 就是因为这张族谱的关系 因为这张族谱我去 算是拷问吧 因为这张族谱我去拷问我爸跟我阿公 才知道自己是贫朴族 因为我们像我阿嬷就说过 以前拼护族人 最讨厌人家叫汉华娜 所以基本上我们为了夺避自己是华娜 我们就特意的把自己伪装成所谓的汉人 我们有我们也有主邻 就是我们一样也是拜狗骂啊什么 就已经都已经是变得完全很像汉人的 然后阿公也没有讲了 爸爸也不说 因为阿公有跟阿爸爸说 可是都是偷偷的说的 到我这代完全不知道 一直到我去申请这张固口 然后去跟我爸讲的 才知道这些事情 也是因为知道 我就不能放置不管 因为放置不管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流传 没有年轻一代去做所谓的传承的话 这些绝对会消失 对 好那这是 好 好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呃 我们常 呃 这一张图片呢 其实是在日治时期都会做调查 1902年之后都会有做 所谓的一连串的户口调查 只要是听目足 这边通常会写一个手 有看到吗 对 然后这个 因为我们家很特别 常在说 呃 有 那个 我们常在说 就是 通常都是 五三三公 不五三三 可是我们家很特别 我们家的男生都是女卜族 女生都是 就算是像是福州啊 或者是广州 甚至我妈妈是客家人 就是比较特别的情况下 可是我们男生都是不卜族 然后 其实 呃 他们都没有忘卜 我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 这个公 呃像是我们阿慕聊 他就是我阿公 仇姿 跟一大群人一起见的 其实我们 虽然有在拜 汉神 汉人信仰 可是其实 我们默默的还在拜自己的信仰 然后 只是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下一代 你们是怎么样子的人 你们要拜什么 可是 默默的自己都在做 哈 对 好 然后 刚刚历史的部分我就讲了嘛 然后 有一个部分我想讲的就是 其实有一次我们在参加奇语记的时候 跟口舍齐了口角 因为口舍 口舍 他们当时就说 我们 呃 我们这边有在办商事 为什么你要来这边做奇语 然后 当时有 不好意思 就是有传统领域 的部分 他们 其实 我们看这张图 因为当时日本人方便管理所谓的生番 可是上面的台湾族 屏東的话是台湾族公共都台族 他们有做所谓的大迁徙 因此呢 基本上 像口舍 他最早是写在这边 我们奇语的地点是在这边 因此我们的传统领域 其实并不爱到他们的传统领域 是现在的关系 环境变天的关系 他们现在移到这边 所以因此我们在做奇语的动作 就会进到他们的社域 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要在别人的部落 做奇语的动作 然后 所以我才写了这一个 然后去做发表 就是其实是因为政策 然后他们配置冰到这边 所以我们一直做奇语 才会进到他们的地方 然后最早之前就是因为 汉座嘛 其实我这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最早之前都是汉座 对 像我汉座他们就是汉座 好 然后最大差别就是牛车跟铁牛 因为我们现在有牛不能载人 因为他们没有训练他们载人 所以会怕危险 因此我们才用铁牛车去做 可是我们等于是 借由这一次的附赠来 让我们的年轻人进来之后 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奇语记这样子 做传承连续的动作 好 那这部分我就稍微讲完 就是我的展览的经验 谢谢大家 然后以这要讲的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场就 谢谢他们两位的介绍 我们就直接转回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还是要原定时间六点结束 我们就现在就直接转为讨论 我们就不分组了 好 我先稍微暂停一下 这一场的两位的讲者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 有一些两个朋友有问题吗 你要停吗 也不是问题啦 应该是分享 就是刚刚两位其实提出很多有趣的想法跟观点 那今天一整天下来我其实有很多想法 那刚刚引真说好像很多的 在台湾很多原住民的展览 确实有一种模式 然后那种模式其实是 就是长期以来在台湾这个环境 大家想到原住民在博物馆跟什么展览 就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然后就一定要有足气啦 一定要怎么样啦 一定要怎么样的分类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更有条件去打破这种 因为像刚刚那个武汉尼文的照片有一个什么羽毛 其实那个羽毛应该是现代的嘛 因为以前不可能有孔雀这种羽毛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最近他陪伦的清书啊 然后他就说那个大洋中有一个展览 因为大洋中文化是很容易去吸收别人文化的 所以他们的在那个展览也是啊 他就是就是很夸张的那个羽饰 然后用很漂亮的照片 可是很多羽毛其实不是那个岛上的羽毛 而是另外别的岛上他们借来 而且他有很多什么就是景色啊什么 他算是用什么 他是用那个现代的材质 比如说口香糖的什么 然后他把它融合在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景色里面 可是搭配的又很搭 然后就哇 我看这个展览我其实我觉得太酷了 这种展览太酷了 但就是把那个所谓的传统跟现代的那个想像 他运用一个展览把它打破 所以前一阵子就是那个凯达格兰馆嘛 他们说他们今年也想要办那个原住民的婚礼 我就跟他说你们原住民的婚礼不要 不要就是又是那样的婚礼 其实你我们可以把那个铁牛车 就搬到那个展场的中间 就像很多部落的婚礼 其实就是用搬运车嘛 就农用搬运车 然后布置成那个新娘车 那就把现代的元素也带进去嘛 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其实可以有很多想像 那我们骑美就上一次在史前馆的展览 我们也是啦 因为那我们的重点是秀布兰西的文化 那其实背后一部落其实有一个私心 是要把文化伴奏带进来 那我们展览什么 我们就展览主法然后大船 因为以前西美的出关系有就是路不同的时候 是用那个平板的大船 然后把种座物用搭欠的方式搭到瑞雪去买 所以现场是什么 竹筏大船 大船也是年轻人就是去做田钓然后做船 然后是橡皮艇 就直接橡皮艇就摆了啦 然后像刚刚引真提的那个什么 在用竹子做的抓鱼的那个 我們的展示是什麼 好 我們也有傳統的 用竹子或騰的那個抓魚的魚籠 可是我們旁邊都放現代的塑膠的魚籠 事實上是可以的 而且我們就是刻意要這樣 那我們刻意要這樣做 原因是要去讓參觀的人 就是去 對 就是文化是活的 我們現在的人的生活 就是還是有活生生的文化 文化不是那個一定在國務館死掉的 只能在我們家嘴巴裡想像的 所以其實那個展現的手法 尤其是像今天現場有很多年輕一輩的 我真的很鼓勵大家要有跳脫過去的框架 然後用天馬行空也好 就是用新的手法 而且因為你們這次要在台大展 台大不是政府單位 政府單位的國務館也許有很多的限制 就像他說我們不可以講 現在文化事件的政治 可是你在台大可能可以發揮的空間會更大 那我們就不要自我設限 而且我覺得國務館的那個職名跟解職 其實很複雜啦 因為我舉另外一個例子也是從 Claver的新書看到 他說在加拿大北邊或美國北邊的那個原住民 因為以前有跨戶宴 那跨戶宴的 因為以前的文化是跨戶宴辦過之後 那些面具啦什麼都不能留下來一定要燒掉 所以他們原住民自己沒有辦法留 沒有辦法留那些東西 可是就是在早期殖民時代 曾經就是被收藏嘛 那有一批就被法國人收藏到法國的某一個小國務 那他們後來就知道說那個小國務館有很多 那個時候的面具 然後他們就接下希望那個面具回來 那你展覽 一開始那個法國國館也很害怕 你是不是要要回去 沒有沒有我們不是要要回去 我們只是要回來展覽 然後後來就分了兩個T字一次一半嘛 然後他們先自己的人 然後帶他們原住民的藝術家過去法國那邊 然後就對他們過去 他們就在那本書寫了 就是說過去他們看那個面具 就是看以前的相片或什麼 其實那個知識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到位 為什麼 因為你面具如何去貼在臉上 然後那個製作技術 事實上是有技術 一定要看到真品 可是因為過去的文化就是 欸 那個花服業把我還叫燒掉啊 所以也沒有辦法 然後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就 就 就 就是 就是有一點調詭物複雜的關係 然後他們就是那些藝術家 重新去複製了很多那個面具 讓我回到奇美 就是之前因為我們在台北 有兩次的文物返鄉的展覽在奇美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喔 展覽本身很精彩是一回事喔 可是對我們來講它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有兩點 第一點我們兩次的文物回歸的展覽 我們附贈了五個師船的儀式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的真正的重點好不好 那 那那個有一些儀式就是很具體的 就從那個霧去發展出來 因為那時候就是那個文物回來以後 我們有請我們老公家去看嘛 然後老公家就看那個霧跟我們說 這以前在奇美是做什麼做事 那有一個阿嬤她現在已經94歲了嘛 那那個時候八十八歲 然後她就看到一個陶旺 她就說請問我們 我們其實當年紀有迎靈跟送靈的儀式 然後這個陶旺就是在迎靈跟送靈的儀式 要怎麼做這麼多 我那時候很震撼欸 因為我從來沒聽過居然有這種儀式 後來我們真的去 就真的去付真愛儀式 那我覺得對奇美來講這個更重要 就類似這種 那第二個我覺得 對我們重要的是 因為說實話齁 我不知道你們部落怎麼樣啦 在我們部落的原住民 真正會跨進博物館的沒幾個啦 大部分就是根本一輩子都不會走進博物館一步 那其實那是階級 那是階級的關係 那其實老實說會去國務館參觀的人 是某某種種產階級以上才會去嘛 可是我覺得在現在的原住民做文化附贈喔 已經在這個年代已經沒有辦法關起門來 自己做自己 在這個年代就必須要去跟外界做溝通 那其實國務館展示是一個滿好的溝通的手法 我認為 而且當你因為長期有這樣的一個跟外界的溝通喔 你用各種方式去跟外界有個溝通 其實會回饋到自己的部落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發生西門國務館事件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得到很多 不只是我們部落內部 還有很多外部的人的支持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支持 其實是靠過去長久以來的各種溝通 各種溝通就包括西門內 包括國務館展示的溝通 那我覺得現在在講得有點複雜 可是是每一個每一個那個住民部落 都要面臨到的處境啊 就是現在的年代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關起門來自己做自己的 你自己做自己的也就是 對啦 我分享到這裡 我們很謝謝明記的經驗分享 那他講的幾點其實都非常值得參考 文化是活得 這個是真的要放在心裡面 現有的展示方式 千萬不要限制你們想像的可能性 其實部落年輕人要做的是不同的事情 那剛剛大家一直這樣 今天一天討論下來 其實有幾個議題重複出現 一個就是說那個展示說明用的 那個文字是誰的觀點 包括即使是部落觀 包括今天一開始第二場說 那個共作也從他們那邊 就說他不要解除文字 他不要解除文字 他讓的是讓記憶 老人家記憶出來 所以我到現在看到了 不管是台大或者尤其是台國在做的 合作新設施我覺得有兩個方向出來 一個是記憶 其實都是記憶跟記憶 一個是回憶記得的一些什麼事情 他促成了回憶 另外一個是技術回來 工藝技術啊 那個物的東西 那明記剛剛講的說 從記憶裡面帶回來的時候 是物的 我們看到是物的部分 可是物換起來是物所使用的 物所活用的那個脈絡 那可能是儀式 這就是我剛剛在問 為什麼一直是織布 織布是物 織布的生命在哪裡 為什麼織布這麼重要 大家都重要嗎 我真的不相信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脈絡 而不是都套用別人 套用別人我們可以開始 熱身嘛 可是真的要回去認識自己的東西 然後老人家真的非常重要 可是老人家平常我們生活裡 怎麼去談到這些東西不容易 所以看物 我就看從那邊引出來 許多的討論是一個 那剛剛說詮釋觀點 誰在詮釋觀點 其實是部落的 一個作為商 根本就不要解說文字 去大家來討論 讓人介入 人活進來介入 被 所以這怎麼對你標準版 那部落的話 如果是部落提供的解說文字 部落的解說文字又是誰 就像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場子 講的部落 部落 我現在也是在想部落是誰 那你們為什麼好像你們 因為當你們說部落 好像就你們不是部落 所以我就不太了解 我們怎麼樣 其實你們當然跟部落有一定的 有相當的淵源 那在做事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帶起部落的參與 我聽到你們說這一個月色彩 我覺得很可怕 很不容易 所以過程非常重要 這話要不要講講 今天聽了一天 有什麼 你覺得可以回到 葛哈佛的處境 對 我是葛哈佛的 葛哈佛 剛才我看的 我們好像每個部落的文路館 都有一套的葬水 葬水其實 並不是平谷子的文路 聽說 聽長輩講 那是客人來我們台灣的時 他們所塑造出來 然後研發到佛林 他就很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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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我們小時候 那張水買一套 你沒有錢去買 很貴 但是每一個農村的家庭 誰不都 有一個張菇 還有一套張水 張水就是三角菇 張菇就是只有一片 背在後面這樣 對不對 我們如果部產收招就不會那麼疏忌 但是我自我了解 我們給他使用的檳榔椅 掉下來 你們看不 他不是一片一片這樣 然後都把它搖扁 然後就把它串起來 有沒有 就圍在這檢頭這裡這樣 這個我就要穿過了 穿著打掌拔 我就記得我們 就是用那個檳榔那 做的那個荷衣 這是好像我們拼補族的材料 那張水 我還給你收衣 什麼衣 收衣 收衣 那張水 不好意思 就覺得那好像不是我們的真正文物 那個是學習別人的記事來煙花 我的記憶跟老年人口述過來大概是這樣 以上就請教各位專家 我也不知道你們有考究 結果我沒有考究 結果我只是傳手而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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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 是人好像個族群都是大統小異都有 我們那去鵮女來掛 鵮女來也是同用的是人 只是有的造型不一樣而已 那个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他们的手工艺他们的智慧 那个好像每个部落都会 只是形状不一样 可老仙人编织 如果没编什么样就有什么样 大同小异都不一样 他都是用那种东西来抓他 你像说抓山子 也是有个人个人的那个 多啊 青啊 就是各部落不一样啊 以上 我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一些想法 包含说老师在问说 为什么好像现在原住民在做 文化回复好像都是常常被列在 非常前面的一个选项 那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 其实支部并不是对于每个族群 都会排在他的流行数据 例如说今天排完组他在做的时候 他一定会行坐谈的十字绣 他坐谈的竹竖 他不见得会想支部 但现在排完组又在做支部的负责 那以贫富族群里面一定像希莱拉族 马可道族像龙族 他也不会想要做支部 因为他们支部这个记忆 已经失去比较久一段时间 再加上他们现存的文物里面 也看不出特别的支部技术 而是他们那时候的支部 大部分因为方便贸易 所以已经从外面取得的为主 所以他们以十字绣的方式 去重置自己的传统供应 那为什么改善我们在做这个文化负责 我们会选择支部呢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在博物馆的 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博物馆 已经有非常多的产品 然后很明确是在大南 或是牛棉采集到的文物 那他很多都是以制品为主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哈鲁在做 我不先以十字绣为主要的传统负责 而是以支部 他是一个打哈鲁有别于其他组组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支部功力跟人家 还是有所差异 那为什么会在服饰 而不是会在其他的族器具 我们会列为游行的对象 是因为土和冰肯的部落 还有老人家会 然后那个形字还有流传下来 然后但是支部这个工艺 对我们来讲是已经失去了 那为什么日常生活中在用的 他们已经失去的 我不会是新同师出的造型 主要的原因是 其实服饰大 我认为说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穿着在身上 预寒的或是保护你皮肤的工具 而是他其实尤其是古老的文物上面 他上面的一些脂纹 其实他有很多的意涵 那有一些意涵可能是跟你这个族群宗教有关系 或者说跟你这个族群的生活智慧有关系 那有一些族群使用的 也会因为你的居住地 而你也可以取得不一样的材料 而去发展出不同的服饰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服饰 就是的确他可以有别于区分 我群跟他群 就是说包含说 Gahab的传统的植布用色 都是红白黑 那样好多原住民的用色都是红白黑 但是同样是三种的东西 但是他制造出来的制品却是 无论是在技法上面或是在各方面 是很大不一样的 然后植布对我来讲在长久以来 他其实也是常常被一些学术 就是不论是学术界也好 或是各界也好 都比较不看重 但是在我做的 这几年植布文化的附证 我也会发现 一些事情就是说 在部落有一些现存文物 他竟然会跟改样的 哪一些部落有相似性的方式产生 那在有一些人他可能一开始不懂 他可能一看到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把他文明的东西学太阳的 然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但是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就是其实文化我们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小 就是说我们不要像人类 那个日本人类学的分类 就把它设定标签 这就是一定是太阳的一定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文化看得更广一点 他如果是在以前同一个生活圈 他可能就会有相似的一些文物产出 但是即使在相似里面 也会产出说非常不一样 而且这个不一样 是有办法去区分你群跟我群的 包含卡哈鲁的很多走标期的图案 他很像苗栗地区的泰雅族的图案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埔里 我们现在的现局地在埔里 为什么会像苗栗泰雅的 那就会因为卡哈鲁其实 如果说再往前吹他历史 你也可以追得出来说 这个族群他已经住在现在的 形色石缸东市 他就仅比苗栗泰雅族 所以我们有可能在那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换 但比较特别的是 为什么我们可以更 当初我早期也会觉得说 我们支部记忆已经不见了 不见那么久了 然后只剩下文物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不会有人知了 就是当时就是请人家代工 但是我们后来推翻了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不同族群 他在制作的概念还是会不一样 所以在以前那种封闭的年代 不是像现在我们有 电脑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指导说 我们连州原住民人家怎么制作 我们台湾原住民怎么制作 以前社会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制作 去了解说 为什么卡哈鲁做这样子 同样图卡哈鲁会用协文组织 可能卡鲁会用平民组织来做处理 然后就发现说 其实不同族群间 他看起来相似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他的很多细维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我从 卡哈鲁织品文物的部分去想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 就可能早上有跟民旗大姐 就是分享到就是说 到底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殖民 然后外来的殖民政权 到底对我们这个 对原住民族难道都是不好的吗 或是有没有可能 或有一些外来殖民政权 他做了一些事情 反而造就了一些族群 可能从中得到好处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族群 是因为他讨厌了上一个政权 上一个殖民政权 而反而非常爱新的殖民政权 那我相信这一些可能都会在每个部落 每个族群 甚至同一个族群的不同部落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到底日本人统治台湾 或者说早上提到 到底正成功的 对贫朴族的迫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开玩笑的讲一个例子 虽然说有点沉重 也不敢用玩笑话来讲 但是当初中部地区 我们居住的中部地区 当初是属于大杜王国的领域 就是大杜王国就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塔普拉族 但是如果当初正成功 没有去攻打塔普拉族 把他杀得很少人 那哪来的清朝统治台湾的时候 哪来的霸灾王国的兴起 那如果就是说 在中部以前就是塔普拉官的 就是塔普拉等于是势力比较强大 但是在某种看法来讲 正成功降低了塔普拉的势力 然后清朝来的时候 把这去依附 盘伦去依附清朝的势力 而壮大自己 变成中部平原霸主 所以对于八宅族来讲 到底正成功是攻还是过 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讲 大甲西社事件 中部的这群拼护主 潜到了埔里藤地 那潜到埔里藤地的这群人 当初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 在埔里地区 反而是把这一加哈佛的人 去迎接日本人进来埔里藤地 所以我们没有抗拒日本人 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有一些族群 包含哈民族也好 或是有一些族群 他是反 在那个时代情景 他是反日的 所以从一日那边往回来 那个有一个事件 好像叫什么埔里退城日记 的那个事件 然后结果 日本人因为在当地水土不服 然后有一些疾病 所以再加上他觉得 他守备军的能力不够 所以他可能就要退出埔里藤 那时候还离情一夜 跟贫固族人道别 因为贫固族人会 尤其是把这一加哈佛的族 还跟他说 你留下我们一起帮助你 去抵御外敌 然后后来日本人 还是被迫他自己撤退了 当他撤退到国庆的时候 就被他的长官骂了 然后后来他们又回来 然后所以贫固族群 大概有一些族人 就是协助日本人 一起去贫乱 但是其中有一些部落 他因为那件事情 他是站在反对方的 他是反日方的 所以他们反而是 那时候是帮忙外人 来对抗日本政府 所以在这件事情过后 其实有一些族群 就是得到日本的赏资 那那些叛乱的族群 他就在蒲林本地 就是被烧桩 粉村这样子 所以很多的外来殖民政权都 而且同样的这种情形 即使在加哈佛族 可能不同的年代 可能对日本人的想像 也会不一样 例如说 如果说有一些八十几岁 他爸爸虽然说很崇敬日本人 然后也读日本书 但是在他的小时候 生长期间 他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日本人 我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辛苦种的东西 还要缴税给日本人 所以他讨厌日本人 但是他爸爸是带日本人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 虽然说我们在谈殖民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不管他在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家庭 可能就是会产生不同的孝兵 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 对殖民的党群 是不是 某种程度 我必须说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家族来讲 因为我的阿公 他们到时候 当时都念不到日本书 所以很多人是说 很多人去当日本兵是被迫的 但是我必须说 我阿公他们那时候去当日本兵 他们至少在那时候社会氛围 他们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光荣很骄傲的事情 而且当我去当日本兵 可能生活 家里面的生活 有接受到一些照度 然后甚至我们家 可以很骄傲的在 自己的庭院立旗子 对 所以就可能在不同 但是我们隔一座 乔的守成部落 可能那边老人家 就不是这么想 所以我们大男从日本兵的 比例相对的 还比隔壁剥落全日本兵的 比例还要高 对 但是我自己参加完之后 有一些新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哈普的 我叫潘老峰 我就补充一点点就好了 刚刚我们的达达 我女性长辈就叫达达 她刚刚跟我们分享一些 我蛮惊讶 因为这两年 我回去做田调 我真的觉得 老人家讲的话真的很动人 虽然达达 这么年轻漂亮 不赛特加 好 就是 刚刚实验分享一些 掌机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 就像她用陶老师的话 真的是记忆来自自己最动人 因为这个是 这是她证实的 生活中的一个经验 以前呢 我大概 我应该这样算起来 十五年前 我听就是 那时候邱洛龙老师 他告诉我说 我们 他说那时候是做八载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九二一体症 九二一体症 以后我们才开始形成达达义式 然后那时候说 你们八载的那个支部 是日本人认为 他是他讲的 日本人认为是比泰雅族更好的 对 更好的 只不过从那时候 我就立志要当支女 就没有想到是 有我们的部落支奶 去芒芽光大了 还好 我们有真浩 不然我这个也是 是梦想的支女 那 我觉得就是 真浩刚讲到这个 还有 包括今天 因为我中途有离开 去参加守承同乡会是 就是我们这个部落 刚好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离开了一下 因为那个 那个也是老人家的聚会 对我很重要 那我有一些没有听到 但是 我今天就是 有听到就是 关于说 比如说刚刚 彤老师丢出来的 大家都是好像用制品 来呈现的话 那当然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是 因为工艺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具体的 可视的 就是 你很容易说服人家 你有什么 那当然也是 也呈现说我们平谷族的一个 文化的匮乏的一个窘境 然后 我觉得平谷族在 在解职这上面是相对尴尬的 因为我们在做文化盘点的时候 任何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都很珍贵 都很宝贵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 那什么东西都好 可是我们反观 可能原住民族 他们是在很自然的演变 很自然的变迁 因此呢 这个我们期美就可以展这个 就可以展现代化七局 那对我们来讲 好像 我们会变成说 嗯不行 我们就会有一种洁癖 比如说 一定要有那个 就是 一定要确定是 就好像说我们的文化 其实都是书本教我们的 我们的非物质文明 非物质文明 非物质文明是书本上学来的 物质文明是博物馆看到的 就是我们跟那个 就老人家的那个记忆的断层 我们好像是 就直接就忽略掉了 那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个问题 会真的是 也是需要我们 我们去诚实去面对的 然后但是呢 在这个 支部的 就是说这个 物质文明的 附赠的过程当中 其实 我也真的有种感觉就是 比如说像我 我来到那个福大之评 去那个跨校去学那个 蔡玉山老师的 的课 原住民之文 那他 因为他曾经在 台北馆的瀑布战里头 有曾经 有曾经复制过我们 加哈布的文物 那目前看起来是 台湾第一人 目前也是唯一的 那我当然就是 赶快就死抱着他补放 那他 我当时因为 课程很短 我就又把握很短的时间 我才发现说 我们的这个 支吻的部分 我们其实 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红跟白跟黑 哇 这跟太阳的很像 赛的跟很像 那大家就看不出所有人来 可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说 他后面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嗯 像老师就会说 那是歪的 因为说 好 用邪文指 但是就是我们的菱形 不是正菱形 我们是歪的菱形 这一点好像可能大家 眼视觉上会不舒服 可是你们可知道 光这个 这个角度 要做到的话 呃 我们我们必须要用到 呃 差不多 11万到16万 就这么大 就可能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 就这么大的一个支品 哦 我们必须要用到 11万到16万 这样的制图 好 但是如果说 我们拿一个比方说 如果说 我们的灵竹 巴布萨 他们这样的大小 几乎也是用这样的大小就可以 好 你们就知道 我们的图文有多么的难 好 所以当我们很轻易的 看到表面就说 哎呀 你们就是太阳 就是赛德克 哦 那就是因为你不知水里兰吗 那 但 但为什么形成这个图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智慧 这是我们后人要去探索的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今天从制品开始 其实 其实也是很有必要 因为 因为我们才会去明白 也许这次过程当中 我们会找到很多的答案 包括就是 可能我们的 我们当然就是说 图文从 一开始从这个器物 转变成 比如说可能陶艺上的图案 转变成织品 然后我们的 用的颜色 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就地取材 我们的主的地理位置等等 我们跟其他族群的 相对族群关系等等 都可以从我们在附赠 这个制品当中 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找出来 甚至因为我自己在做 巫术的论文 所以我也很希望说 从当中是不是 也可以找得到这种 非物质文明的部分 那 那 现在就是说 我的感觉是觉得说 现在大家解释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找到传统 那到底什么是传统 传统是一直不断在演变变迁的 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传统 那我们 其实我一直觉得 文化是一个 真实生活的呈现 那我们如何 就是在这个解释当中 文化货图当中去找到 我们去找到这个平衡 我觉得 什么是我们祖先所选择 什么是我们祖先 他自己去淘汰的 去筛选的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未来要寻找的答案 谢谢大家 每个打开呀 真的谢谢当几位 刚好远道而来的朋友 能够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在习越的会有一个特长 会在台大图图的一个不大的空间 可是我想至少他是开始吧 那几位都今天做的一天非常的不容易 那正好刚刚讲的 讲回来就是 然后印象中的普体这边非常复杂的历史 我就把这个话题带回来 到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的主题解释 那特别是黄玉伦 我们的讲掌黄玉伦 他在本校五个第一场的讨论里面 讲到说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的集体记忆里面 有没有一些说不出来的事情 那因为就像刚刚说 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 大家在那个历史的片刻当中处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公然讨论他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致的口径 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在那个时候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就把殖民这个事情 一方面是从国家要带回来到地方 或者说带到聚落不同层级的单元 另外一方面就是李子民先生今天上午讲的 我们一般把殖民想得非常的看得到 很明显 很粗暴 军事的 经济的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概念的 是一种意识的殖民 有一个词就叫colonization of mind 心智的殖民 或者colo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意识的殖民 我们根本不意识到我们怎么去解释 这个是最困难的挑战 所以他给我们举的例子 今天上午举的那两个例子 就是博物馆的展示后面有很多的意思 他在设计一套概念结构 他借着展示或者借着教科書 我们对教科書很敏感 可是我们忽略了展示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好 那所以现在说 不管是合作性策展 或者完全主导一个展览 我觉得像刚刚那个gandaboard的例子 完全主导 因为虽然没有意见 没有先给一个目标或什么样的条件 那当有这种结果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当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展示 特别是平谱族 平谱族的物件感觉上比较少 能够跟人家说我的读这些人会比较少 所以你会觉得像保凤讲的 好像没有这个自信 我告诉你我就是用塑膠塑 那个橡皮法怎么样 我就是情美怎么样 好像比较没有办法讲 反而要更复古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因为你要跟外界对比 那所以这边我会觉得平谱 作为平谱族人有一些特别的困境 可是现在我们说我们还是很重视国家 国家说你们现在就原住民了 那你要怎么样在原住民 用原住民的身份 你告诉人家你是平谱原 平谱 你是平谱族 这个机会会越来越多 你怎么呈现你自己 那包括历史 因为平谱族的历史资料 其实会比原住民比较多 包括古文书 所以有大量的古文书 那个就会是五变子 那是资源之一的古文书 大概它有一些特殊的限度 不然不会写在文书上面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人的流动 所以它这样子特殊的资料性质 它提供某些讯息 那这些讯息当然一定是偏颇的 所以要怎么样去用 怎么样去读 我们要把那些偏颇的东西 用那偏颇的东西 就把那些没有表现出来 你给它一个 你还能够平衡它 它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平谱的挑战是 机会马上来了 然后挑战也就出现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说 就像Ganabodese的机会 在顺应的机会 刚刚我们说的 博物馆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 博物馆被迫那些殖民的思维 你们可以怎么做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想法 就也会一直想说 如果有机会我要怎么做 来 大哥 我看医生很久了 一早来听那个胡老师的课 谈那个几词的部分 我就有 就激起我们多的一个想法 就是以前 在一些抗争的场合 在凯塔格兰大道的时候 有一些原住民朋友会讲说 凯塔格兰只剩下一个路名 因为好像看不到凯塔格兰的朋友 或者是参加过凯塔格兰族的活动 比较少有这种机会 所以他们大部分 对凯塔格兰的印象就是从媒体 然后从媒体就是只是看到一条路名这样子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听到的话 其实会感觉很刺耳 我们怎么会只剩下一条路名呢 我们虽然没有很明显的那个文化特征 或者是语言 很多的那个歌谣 可是我知道的 还是有很多值得珍惜的地方 所以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就心里都会很生气 但是我后来慢慢可以了解 就是说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今天早上在讲的 就是说那个发言位置不同的那个问题 讲的人他其实想帮忙 他只能觉得说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亏欠我们 只给我们这个路名 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帮助我们 做一些文化附赠的工作 包括卡拉港文化馆也是一样 就盖好了也不给我们用啦 那但是就是当我们 直接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错 就会产生这种情绪上很大的这个冲突 可是我后来发现 当我们要反过来思考那个殖民的问题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我能够讲的话也差不多耶 跟原来那些想要帮我们讲 点出这个问题的人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解质或被解质的问题 就是说还是需要回到那个当事人 就是还给他们发言权 让他们自己去讲 才不会犯了那个代言的那个问题 那另外我自己想要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延续刚刚前面 实在乘的那个支部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为什么大家会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汉人支部的传统已经断了 已经没有汉人会支部了 就是在台湾了 会手工支部 已经没有这件事情了 汉人已经没有支女了 可是原住民还可以展现这个记忆 所以它变得蛮特殊的 也许有一天会有汉人的朋友 来跟我们学原住民的朋友选支部 然后回去恢复那个花木岸 怎么看几集复几集的那个支部的景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然后哭哨一下这样子 那最后我想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关 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那个 甘阿波的那个朋友 就是说你们在台湾 那个甘阿波的时候 在台湾那个甘阿波的时候 有讲说 那个那字 迦纳平那个那字 是日本人改的 本来是那个拉肉那个辣 然后后来改成这个虫字旁 这个那 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了 因為感覺上好像是 那個漢族人比較會用那種歧視性的字眼 去形容那個其他異文化的這個名字 可是日本人當時為什麼要改 然後你們對於這個字會不會有反感 會不會想說 因為畢竟重製不太好 那會不會想說把它改變 你們指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我會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以前曾經在台博館看到一個展覽 他就是把以前那個漢文化 來指稱這個台灣的蘋果主 其實不只蘋果主 他也指稱中國大陸一些邊疆民主 就是他用那個蠻末這個字 那蠻末的話就是蟲一個是蟲 那這個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我們直接可以感受它就是一個 歧視性的一個用語 那當時我也問過博物館的那個 徹長的這個研究員 不只要用這個詞 我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好像這個 這個拼捕竹 因為我看這個展示在一個 拼捕文物展裡面看到的 那好像這個拼捕竹都不見了 都不存在於當代 只存在於歷史這種感覺 因為他給我的一個答覆就是說 這個就是歷史的一個現象 以前歷史就是用這些字眼 所以他們就回復這個歷史的一個脈絡 所以他們也用這樣的一個字眼 用這個蠻末來寧生台灣的名字 可是我覺得我看不對 因為來看的人不是古代人 你是現代人 所以你要用這個字眼的話 你至少要加一個瓜糊 然後旁邊還要請示 為什麼 他的用語是 OK 那我就把這個問題有點 對於這個阿拉伯倫的理由這樣子 你敢再幫我一致 就關於用字這個部分 其實因為老實說 這也跟所謂的權利關係有關係 因為使用文字的權利者到底是誰 我們沒有所謂的文字 或者是只有語言的狀態下 我們表達我們自己的地方的名字的話 像是原本我們坐在五洛社好了 其實我們在五洛社的時候 清朝有用過不同語言 寫我們五洛社 他有寫五洛或五路 可是都是我們的發音 不僅是對於文字上面的歧視不歧視 其實關於這個卡拉伯的用字 對於騎老或者是我的長輩們來說 這個好像是沒有特別感覺到他是騎士或怎樣 可是如果就剛剛這樣說是好像聽起來是有點騎士的感覺 可是未來我們自己用字的話 會自己傾向如果用比較沒有問題也看不出來會有騎士的話 我們大概會用羅馬拼音嘛 就像現在紀錄文字的方式也都是用羅馬拼音 會相對於國字或者是音譯會比較有他的準確性 所以也比較不會有騎士的問題 然後我剛剛回答一下就是羽王的部分 我們羽王其實最早之前真的沒有孔雀的羽毛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字典裡面沒有孔雀這個馬卡道的文字 因為這個東西我有出問我們阿牧 其實最早的羽毛不是我們看到這樣子 就是我們之所以現在會這樣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所使用的鳥類很多都是鮑魚類 要使用牠們的羽毛的話必須跟政府申請 像我們現在要申請藍雀的羽毛 因為最早之前華麗的部分還是藍雀 大部分還是用大冠雀 因為我們的羽王的形象就是大冠雀 因此基本上都會用這些鳥類的羽毛去算是裝飾牠 然後牠是我們的信仰這樣子 然後之前也不長這樣 然後到後來是因為那些羽毛不能使用 我們用的就是犯罪 才會用到孔雀的羽毛就是變成現代的元素 還有就是我們在展出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一直在考慮到底要不要展出 我們的單鑿杯 因為單鑿杯這種東西台灣族他們也有 可是我們老實說這個同樣的器物到不同部落 會有不同的詮釋方式 會有他們不同的形狀 例如我們台灣族使用的單鑿杯是六角形 可是它到我們部落自己製作的時候 是做神菱形的部分 可是為什麼當初那個人要設計成靈形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最主要都是在祭祀祭儀的時候會使用到它 然後當也跟族人討論很久 我們如果展出這個是不是會變成 這個不是屬於平庫族的東西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展示 對就是會變成是現代跟所謂的傳統 然後就在取決於中間 到底我們要展示的是屬於Galabo的東西 還是屬於平庫族馬卡道族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就是考慮很多啊 像縮一也是 縮一是因為我剛剛說的就是因為 我們有族人會製作 然後有相關的交易的情況 所以才會用這個 我當然知道因為很多東西是互相文化學習 或者是比較清楚講的一點就是模仿嘛 就是不知道是學習還是模仿而來的 可是其實部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可是我是覺得關於自己部落所擁有的 還有就是它所用的用處 因為這物品跟你的人物有所連結 它才有它的價值存在性 它才是Galabo的東西 因此現在就是如果就是屬於你們部落的東西 就是不管是有沒有 有沒有跟他族有所重複或者是誰啊 因為再怎麼說 它是經過你們 就像是那個 班教學說的 就像是它的族人們所留下來 他們所淘汰過說 檢選過的東西所留下來的現在的結晶 這個結晶就是屬於我們現在Galabo的東西 對 雖然是跟其他部落 有可能會相似或重複 但是權力它是屬於Galabo的 所以它會有它的呈現方式 對 這是目前我所分享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是指名 我其實想要回應一些事情 就是 金工坊的情況還是 我還在講展示 然後我覺得 我有 我很幸運我有去看到那個 是那個展覽 然後 對 然後我剛剛也在Follow的時候 我就回頭看那個時候寫了一些筆記 我覺得每一個展覽啊 不管策展的團隊有意識或沒意識 可是其實都會有一個很核心想要講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不一定是對的 可是我接受到的是 好像展覽已經有一個出現這個真實的存在 就是感覺整個展其實 其實不管從剛剛討論下來說 緊抓著就是對文化的沒有自信 然後緊抓著老物 復古 我覺得這些都很像回應 我那時候在展場看到的 這個展的一個很核心的 想要講的主概念 就是 是真實的存在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回應 就是明記說的 確實每個部落可能透過展覽 想要傳遍那主概念不太一樣 在齊梅坤 想要傳遍那主概念是文化的適應性 然後所以 就是展示想要傳遍那些可以很不同 那我在屏幕這邊看到的是 就是那個真實的存在 然後 可是我覺得回到我自己研究的興趣啊 我覺得這很有趣就是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緊抓著那個老物 想要去談真實的存在 那自己我自己的研究興趣 反而會是去看那為什麼沒有去解釋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這個過程 是為什麼 然後 當然 回到今天我報告的那個主題 就是 去碰那個 難以言說的那個真相 我覺得 當然在北美的那個例子 是 就是他們去觸碰那段歷史 然後去解釋為什麼 到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提供一個可能是解釋的 的建議或參考 然後 我覺得那個是 現在在台灣還沒有看到的 然後 但是我覺得其實 在平均有社長 你一直接續是可以 可以歷史考了一些 不討論的話 就不只是我們現在 就剛剛討論的那個而已 就是物質的展現 然後物質 還去就是選什麼樣的物 而是用 退一步去談那個背後的歷史 對 對 然後我還想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自己有在留意 今年的博物館協會 在每年的五月中都會有一個 那個博物館日 然後 留意到今年的主題其實很好玩 開始在講 博物館去談爭議的主題 所以 這是一個 就是 那這樣的 這其實多少代表了一個 博物館的趨勢 然後如果以後 我們不再做原物名策展 或是今年 我們也要跟台大合作做策展 這樣的趨勢 爭議的主題 怎麼在展示裡面呈現 我覺得 好像是另外一個思考 思考方向 然後很有趣的是 博物館協會其實它 影響的範圍 嗯 它是國際博物館協會 可是在美國 其實不太買 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帳 美國自己有一個 自己的那個 嗯 影響博物館的單位 就是美國博物館聯盟 AAM 那很有趣的是 他們今年 他們每年的二月底 也有一個叫做 很像博物館日的那種日子 然後也會有一個主題 今年的主題 剛好是在談論真相 就是在一個 真相 會被隱匿的時代 然後博物館怎麼去 去更誠實的談真相 所以我覺得 我一樣還是在蒐集這些 這些 就是自己研究的興趣 可是 就是提供出來 不管是AAM還是ICOM 他們其實都在公共一個 一個概念就是 爭議然後真相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 我們這邊在策展也許可以 來 非常謝謝黃小姐 本來那個 黃老師做很久了 要不要講一點 跟這邊 好 黃老師好 還有各位夥伴 好 那我是正當民主系的那名 然後我其實 因為念民族所 所以就很想要追尋自己家族的來源 然後我後來追追追追追 到最後可能有一滴 可能跟平埔有關 但是因為我的 跟這個連結有關的 阿嬤還有舊公 全部都死掉了 然後我只留下一些斷檢查篇 所以我覺得我也應該不是平埔族 所以我也不會去爭取認定 但是就是因為有那種循根的歷程 所以好像看到平埔族的一些事情 就會覺得還蠻會召喚自己 內在的一個聲音這樣 然後大概在2000年左右 那個前後就是 因為我們有幫忙做那個 民族認定的那個案子 所以大概今天大家講的那些 我都有跑過 所以就是今天聽起來特別難懂 那不過我聽了大家就是 就是很多年輕人的發聲 這個在我們那時候做的 是比較少的 那時候都是不太願意彰顯自己的 那個身分 然後甚至有很多那種 我聽過的故事 就是很多學者去找他 然後他就覺得說我們家不是啊 還告訴他 我記得那個李柏銘老師跟我講那個笑話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那時候他說他去一個姓潘的 就是那個老公那邊 然後他是對著那個人講 就是在他家講 然後他爸爸就介紹說 這個是從法國來 他在做那個皮膚的研究 然後那個年輕人就跟他講說 皮膚組沒有啊 我們這裡沒有啊 你要去凱達哥蘭大大找 那裡很多 然後那個就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想完之後那個李柏銘那個學長 然後他就直接對著他講說 他拎招就是啊 然後他就形容不過說 那個科技新貴 因為他是教大畢業在那邊上班 然後就眼睛這樣掉下來 然後就轉眼看著他爸爸 然後跟他講說 他很高興 然後那個 然後就是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然後那個畫面子就是停留在我的記憶裡 然後我在接觸的那個過去的歷程裡面都有 然後那時候也跟著那個吳志信老師 我們還去看那個金萬他們以前的那個 在那個櫃子坑的那邊的一些舊聲 然後看到那個很光亮的 就是因為採光啊 然後變成一個負面廢墟 甚至楊權的那個畫面都有走過 然後所以我今天在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想想要表達的是說 可能先找到自己比較重要 然後至於在那個解釋跟殖民的那個故事 可是應該是把自己的生命的那個存在 先確定我們的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先找到 然後可能就會有更好的發生 然後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多花一點時間去跟自己的家族跟那個去對話 那今天就是聽那個乙真他們 還有那個志杰他們的策掌 我是有一個問題問 就是我聽完你們的展示以後 我好像比較少聽到說 到底那個金萬阿波的那個 到底有多少個存在 就是說剛才提到說先祖是九步來嘛 就是一到一來 然後到這個卡瑪多的後 他到底因為他已經變成是一個社 然後可能那個地方變成屬地 就是說可能有一些是有學童的人 有一些其實是住在那裡的人 那將來我們要去確定說 到底誰是卡瑪多的人的 到底要怎麼去確定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在追祖僕的時候 也會發現到說 其實有些是會混血的 所以可以說最典型的 我們來下的案例就是說 我們去找這個敘事者 在訪問的時候 可是他的內在他們其實是通溫家庭 所以他在敘事他的主緣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泰雅 那個家族的那個東西會比較多 那像我們現在的話 其實我最近就追到 阿嬤可能有一滴血統 可是他已經走了 可是我在追的過程中發現 溫到幾何了啦 可是我媽就有客家血統 然後後來又去追結果發現 客家的那個東西是被遺忘的 然後就不願意去講 可是當客家的東西 是從隱形的族群 變成現身的時候 欸 我的舅舅他們的族群 願意說 那是K-Day 對 就是他會有那種 就是那個 那個20年間的那個轉圜的記憶 然後更好玩的是 我弟還有一天來過場一屆 我們這裡可能有貧窮 我們家是不是 然後其實我都沒有講 我都沒有跟他講說 那個追尋的過程 然後有時候就會說 阿也許是吧這樣 然後又想說你要寫作業啊 然後說阿也許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今天講到現在 越來越明顯 劉希王老師這個意思非常清楚 我覺得台灣史非常複雜 然後我們講哪一個族群 哪一個族群 其實這觀念非常晚近 族群的不會這麼這麼 不會這麼硬邦邦邦邦 很多的不管是族群生物性的部分 或者說文化都沒有很多的采界交流 所以我們可以放輕鬆一點 可能去追溯這個過程 而不是說先劃定這是什麼族群 這是什麼文化 而是去了解這個往來的過程 好 那個我知道 我們現在六點了 六點一分 我們有沒有年輕同學 我知道我們有一些研究所的學生 大學部的學生 有沒有想要提問 或者講一下你的感想 有沒有平地同學 漢人同學在這邊 對於身分這個道德性被搞得很緊張的 你要不要收縮看你的講法 其實我想剛剛是講得有點 剛剛講得很快 然後每個人都把這些最重要的想法丟出來 這個東西不少不能商量 有沒有同學要 沒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政大政治系的葉王季 然後其實我的 我今天講我生物性的那個協同 這樣大家會比較理解 我有二分之一的外神 然後四分之一的台灣 跟四分之一的母海 然後 如果像剛剛董老師那樣講的話 其實我也是一個 從18歲才開始 真正知道 自己是原住民這樣的一個事實 只是以前就一直被 過去把我原發出的原感 其實他們會一直認為 那是一個汙名的象徵 是一直到 那個時候 我開始真的去回到 回到部落 然後去 很 用自己的方式去學習 然後其實在這整個的過程中 我一直都覺得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我們太常用很多的標籤去標定 每一個人 你該是誰 你就要有什麼樣子 可是 我回到部落的時候 其實 很幸運我回到的是 大陸馬克 那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大陸馬克是盧凱族 可是其實 內部的人 並不這樣認為 因為其實我們很早 就有來自霧台的 來自屏東的 來自布農的 來自阿美的混血 所以其實那邊 對於老人家來說 它就是一個 新的想像的共同體 在那邊呈現 所以我們會很喜歡 講自己是大陸馬克的人 都不是講的是盧凱族的 原因是因為 那個 對我們來講 那個大陸馬克才是真的 你講盧凱族是一個 一個 他者 或是一個國家 你在怎麼樣去看待我們的 一個象徵 而不是我們如何去看待我們的自己 所以 其實從這樣的概念 我不斷地去回推到 不管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們要解釋力也好 或是如何展現我們真正的自己也好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 當我們真的 開始認識自己的時候 才能夠真正知道自己的位置 然後自己的 自己 要走哪一條路才能夠更清晰 就是簡單的分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同學 有沒有人要再分享一下 我覺得大家都講得非常的好 那這個 我們盡量會做紀錄 我不敢答應 怎麼因為我看他表 對 還有各位 你們要談一下 我們自己也有請各位說 請各位幫忙去戲比戲 我沒有 有跟他 那個沒有身份的感冒 對 那現在還沒有身份的感冒 對 對 你自己也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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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 因為我們有請問 我們之前去年 年底 我們那個文物反韓的論壇 我們只有竹子稿上 我自己是覺得那個 討論都不錯 然後竹子稿 我們的小編還幫忙做了註記 是非常驚人 我覺得很棒 因為這是個比較新的題目 那所以今天我覺得 也有這樣的價值 所以有 我知道有沒有人願意 可以幫我們提供一些 你們的紀錄 然後我們這邊再來分離 好不好 有沒有人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有在 有簽約答應說你們可以做的 因為這樣就可以分享 因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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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筆筋 可是不在竹子稿 所以要再 沒有關係 我覺得主要大意就蠻好的 你也可以 對 沒有關係 沒有我們就大家看 寫了這個 就寫了這個 就寫了這個 你是把面子會很自信一下 對 對 對 他的筆記非常好 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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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沒有別人 你可能覺得你有不同的角度 也很歡迎康子我們 啊 康子也會非常負責 然後我知道我們這個 我們那個 他老前面提了 然後我們最後 講了很多 然後最後提了很多的 嚴肅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並沒有回答 好 所以各位我們就一起努力 好 其實很重要 不只是看 我們要一起想像 這是一個新的空間 新的可能性 那我們之後可能還會有些討論 那不管怎麼樣 11月15號 我們預定 11月10號 可能10月10號 那時候到時候非常歡迎 然後我們會系列的 有盲用的展場小 所以我們應該會用普通來吃 陳華的文化 這個感應我們的成員帶出來 到時候非常歡迎各位 也注意我們的學習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